眼前这个金发男,叫昭西朗,在相亲时吐槽女生看玛丽苏文,却意外穿书当上男二,还被书中的男主缠上,欢迎来到霸道总裁求爱记,娇气哪里跑,角色体验系统,等他在睁眼的时候,已经坐在总裁办公室里,变成了男二号,看着周围豪华的装修,他还觉得是在做梦,掐了一下大腿,真实的痛感,让他确认自己确实穿越了,不等他回过神,秘书推门而入, 看着老板迷离的眼神,顿时觉得,进来的不是时候,立马关门出去,昭西朗赶紧喊住对方,秘书有些尴尬的汇报,楼下,有个叫苏木一的女人要见他,好像是来谈还钱的事情,确认完,让对方上来后,秘书退出了办公室,屋内的昭西朗,决定自己先来应付一下,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冒牌的,他默默回想,小说中的设定,自己可是朝阳企业的总裁,而且,父母双亡,要打交道的人不多, 见机行事就可以了,等适应这里的生活后,再想办法,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就在他计划如何生活的时候,一个女人推门而入,面前这个人,应该就是女主了,突然一阵系统声音响起,吓了他一跳,自己竟然还有系统,苏木一低声下气地表示,之前欠的五百万,暂时还不起, 但朝夕朗现在根本没心思理他,还沉浸在刚才跳出的系统里,他在心里向系统索要新手大礼包,但根本没有任何回应,什么破系统,提到钱就装死,苏木一看对方没有回应,有些着急,立刻表态,他可以留在朝总身边工作,用工资还债,朝夕朗终于反应过来,起身走到他身边,拿起计算器, 想用工资还债,按照公司员工平均工资五千,之前欠的五百万,他得干满一千个月,也就是83年后,苏木一才能还清债务,而且商务谈判技巧,文件标书,撰写市场评估和行情分析,这些专业技能他全都不会,只会端茶倒水,揉肩垂背,朝夕朗冷漠地看着对方,直接让他离开这里,果然总裁文的女主都没脑子,打起交道来,真累,就在他松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盯了一声,系统响了起来,提醒他剧情偏离,需要按照剧情对女主提出合约情人的要求,将剧情拉回正轨,否则后果需要自行承担,听到这些他顿时觉得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只能起身叫住女主,突然一个壁咚把他堵在门上,告诉对方只要做自己的女人,之前的欠款就能一笔勾销,但苏木一倔强地表示钱会想办法凑齐,他是不会出卖自己的, 请对方不要这么侮辱他,下一秒,朝西朗松开双手,愉快地把对方推出大门,不等苏木一反应过来,身后的大门已经关上,回想着刚才的一切,他握紧拳头砸门,总有一天他会让对方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屋内的朝西朗有些发愁,完成剧情后,脑内出现一些系统信息, 还有剧情走向,但他必须这样做吗?没时间想这么多了,大喊一声,你这折磨人的小妖精,下一秒,系统字幕出现在眼前,他在男女主见面前及时纠正了剧情,角色体验将正常进行,那他必须完成小说中男配所有的剧情,把男女主凑成一对后才能回到原世界,但小说剧情会根据角色和事件触发,灯光闪烁的闹巴中, 朝西朗左拥右抱两个美人,他让两人先去包厢,独身来到厕所,正在心中暗爽,这才是穿越该有的生活,男女主都是浮云,突然抬头,看见一个比自己还帅的人,难道是传说中的男主,视线不自觉地下矣,正在心里默默吐槽的时候,对面的人被看得有些生气,大骂一声死鸡捞,听着对方的话,他按道不好,肯定是被误会了,朝西朗只能强颜欢笑,骂对面大傻叉, 那人有些意外,问他叫什么,为防止对方寻仇,他竖起终止嚣张的介绍,自己叫做赵日天,说完就洋洋得意地准备离开,还没等他走出去,叮的一声,系统响起,因为他意外和男主见面,导致男女主错过了第一次相遇,他需要尽快将剧情拉回正轨,在此之前,剧情不会有任何发展,听完这些,朝西朗直接撞上了厕所大门,真是抱负一时爽,事后火葬场, 按照原著小说,男主金婷云第一次出现,是在夜店里某个走廊上,苏木一喝得醉醺醺,一头撞进他怀中,他从没见过,如此特殊的女人,忍不住把她带回房中,故事就这么发展下去,看着原本的剧情,朝西朗忍不住吐槽起来,这故事,也太玛丽苏了,而且,清纯女主出现在酒吧,本就不合理,女鬼一样的她,又哪来的魅力? 完全不符合逻辑,或者男主是蠢蛋,要是这样想,两个人还挺般配的,就在她傻笑时,系统又蹦了出来,鉴于宿主的总才值过低,自动开启训练系统,不等她反应,一个小人蹦了出来,开始给她出题,不出意外,所有问题都答错,她实在受不了折磨,赶紧叫停,只要能让男女主按照原本剧情发展, 这种总才值根本用不着,系统沉思了一下,觉得宿主的想法有道理,留下一句惩罚取消后,直接不见了,朝西朗躺在床上,查看之后的剧情,男女主在酒吧相遇后,发生了一夜情,同时引发了后面一系列事件,所以现在修复剧情的重点已经知道了,但是要怎么实践,总不能敲晕苏木一扔到金天云床上吧,就在她头疼该怎么做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男主的新闻,金氏集团正在寻找国内合作商, 她立刻起身打给秘书,让她去联系金氏集团,金亭云看着朝西朗的资料,听到秘书汇报朝阳集团想见面商谈,立刻答应下来,想到对方的模样,这块送上门的点心,味道应该不错 朝西朗如约来到金港商务酒店,但想到这是对方的地盘,不免有些心慌,秘书看出老板有些异常,就上前询问,他故作镇定地表示,没事,向秘书确认完准备好的东西后,两人进入酒店 屋内的金亭云等的有些不耐烦,对方已经迟到两分钟了,就在他要生气时,朝西朗推门而入,向金总道歉让他久等了,两人握手客套的寒暄,却没想到对方提起那天厕所的事情,他只能嘴上打着马虎,手上却暗暗用尽,但对面好像没感觉到手上的力一样,保持着满脸微笑,朝西朗只能尴尬地松手,两人坐到沙发上准备商谈合作细节, 他抢先开口,男人谈生意怎么能没有酒呢,不等金亭云喊人 他自顾自地让人搬来了一箱二国头,还让两人的秘书都退到房间外,他计划先把对方灌醉,再把女主骗过来扔到男主床上 剧情应该就能正常发展了,他直接举杯准备实施计划,但金亭云让他迟到先自发三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喝了,现在他对自己的酒量非常自信,挑衅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他却觉得有些头晕,合作只能下次再谈了,正准备撤退时,他却把自己绊倒了,直接扑进对方的怀中,金亭云看着他的表现,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赵总今天来找自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赵西朗看着两人暧昧的距离,心中有些挫败,当年他的酒量也是喝倒无数人,这次却阴沟里翻船了 自己真是低估了主角光环,他推开对方的身体,两人恢复到安全距离,赵西朗只能装醉,金亭云却不给他机会,直接搂住对方的腰,戳穿他并没醉到那个程度,直言对方一开始就不是来谈合作,而是来把自己灌醉的 赵西朗见形势不妙,撒腿想跑,还没等他走出两步,直接被对方抓住手腕按在墙上,手中的酒杯也摔碎在地上 金亭云捏着对方的下巴,他想勾引自己也该拿出点诚意,赵西朗心中暗道不妙,这家伙不会以为自己是鸡老吧 直接开口问对方不是直男吗?本来金亭云对男人没什么兴趣,但看着这张比女人还勾人的脸,他有些情不自禁起来 大事不妙,这不是男主应该对女主说的话吗?怎么现在搞错对象了? 赵西朗脸色一变,直接要出手反抗,但还没打到对方就被制裁 金亭云十五岁就拿到了自由格斗的世界级冠军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只能继续劝告男主 但对面根本不听劝,想要将错就错 赵西朗有苦难言,正在想着该如何脱身时 电话响了,他如萌大社一般赶紧接起 话还没说出口,电话却被对方抢过去 直接告诉小张,今晚他老板在自己这过夜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说完不等对方回应,直接把手机摔在一边 赵西朗看着自己的限量手机被摔 有些生气对方绝对是故意的 金亭云却很坦然地承认了 对女人他都不会怜香惜玉 更何况,赵总是主动送上门的 欲句怀迎完一次就够了 他可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赵西朗觉得自己这次肯定完蛋了 金亭云压在对方身上 正准备下一步动作 赵西朗羞耻地喊出召唤口号 下一秒,系统出现在对方身后 直接把金亭云电晕了过去 这是在剧情发生重大误差时 启动的紧急制动系统 看着晕倒的男主 赵西朗赶紧上前探了探鼻息 确认金总还活着后 立刻把对方推开 他委屈地向系统抱怨 怎么才来 自己差点就为剧情献身了 系统也满腹怨言 宿主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剧情发生这么大偏差 现在紧急制动功能 让男主陷入暂时性深度昏迷 睡眠周期至少八小时 系统会给金亭云灌输一段剧情中的记忆 明天醒来后 他就会认为已经和女主经历过一夜情了 剧情应该能够顺利发展下去 理论上他不会记得今晚的事情 交代完宿主紧急制动 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用后 系统消失不见了 朝夕朗看着地上昏迷的男主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手机现在摔坏了 没办法联系小张把女主送来 要是自己出去的话 男主的手下就会进来查看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 敲门声响起 打开房门一看 小张到了 真不愧是高级助理 女主已经在楼下了 他让小张赶紧把苏慕一灌醉带上来 听完老板的嘱咐后 他再次离开 门口的助理想趁机打探金总的状况 却被他直接回绝 不等助理搞清楚状况 门已经关上 朝夕朗把金听云拖到床上 有钱人就是会享受 会客室都自带休息间 正好方便了他实施计划 但要伪装成事后 必须把衣服脱掉 看来只能自己亲自上阵了 他解开对方的扣子 看着暴露出来性感的肌肉线条 只能心中默念 色即是空 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在他解到皮带时 却卡住了 只能坐在床上 使劲把皮带抽出 正在他得意时 金听云却突然醒了过来 一把抓住对方的手 让他继续 看着两人暧昧的姿势 朝夕朗心中大骂垃圾系统 说好的 昏迷八小时呢 怎么突然就醒了 但表面上 也只能尴尬地解释 金总刚刚喝醉了 他怕穿衣服睡觉不舒服 就想帮忙把衣服脱了 但既然已经醒了 那就不需要帮忙了 没等他起身 又被对方拽抖 两人的距离更近了 金听云细血地看着朝夕朗 让他好人做到底 衣服都脱一半了 不如就脱完吧 上次他可不像现在这么害羞 就在两人气氛微妙的时候 小张带着鸣鼎大罪的女主 推开了门 三人面面相去 场面非常尴尬 他感觉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立刻要带女主撤退 朝夕朗赶紧喊他们回来 金听云很疑惑 两人是谁 又是怎么进来的 还没等来解释 他又感觉到一阵血运 下一秒就昏死过去 看来应该是紧急制动系统又启动了 朝夕朗赶紧让小张把女主放到床上 布置完现场后 系统也响起提示 剧情已经回到正轨 听到系统的声音 朝夕朗放下心来 计划总算是成功了 两人赶紧撤退 折腾这一夜 他的腰都快断了 小张还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但他也没精力解释了 回到家中的朝夕朗 躺在床上 一想到两人刚才暧昧的画面 不知道为什么 心情有些怪 但他立刻清醒过来 自己的目标就是回到现实世界 和金听云不会有任何关系 这时系统悄悄出现 正准备蒙混过关 朝夕朗才不会手软 直接抓住 让他解释男主中途醒来的事情 系统自知理亏 却还在叫嚣着 他才不吃这套 直接把对方的武器拿走 发现威胁不起作用的系统 直接哭了起来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男主能醒 看着哭成累人的系统 朝夕朗有些心软 只能不去追究 系统却突然变了脸 直接抢回武器垫了他 看在剧情走回正轨的份上 他不去计较了 一想到接下来的十张剧情都和自己无关 很长时间都不需要见到男主 他的心情就好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 小张看着心情大好的老板 正准备说什么 却被对方堵了回来 知道不知道的绕了好几圈 朝夕朗觉得自己是解释不清了 看来公司是暂时待不下去了 还是去外面逛逛吧 虽然这里是小说世界 但和以前的环境 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突然一个人撞到了他身上 刚觉得有些不对劲 赶紧摸口袋 果然钱包不见了 他立刻追上去 大喊抓小偷 还没等他追上那人 旁边一个男子 已经给小偷来了的过肩衰 几个钱包从他身上掉落 其中就有自己的 朝夕朗赶紧上前道谢 他捡起钱包 拿出一搭现金 正准备请对方吃饭 那人却一言不发 直接走了 看着对方进入一家古玩店 他有些疑惑地跟着进入 店里的老板 看见朝夕朗 身上至少二十万的西装套装 手腕上百万的手表 立刻殷勤地迎上来 介绍着店里的物品 突然一个瓷瓶 从柜子上滑落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瓷瓶就被刚才那人稳稳接住 好快地伸手 老板有些后怕 还好没摔着 他立刻向朝夕朗解释 齐悦脑子有些不太好使 从来不会招呼人 一个月前 老板看他衣服 破破烂烂地住在路边 就捡了回来 但除了名字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送去警局查了半天 也没什么信息 就当流浪汉送回来了 朝夕朗却对齐悦有些想法 正好自己身边缺个保镖 看对方身手不错 他准备给老板一笔钱 直接把齐悦接走 老板开口就是十万 话不多说 他直接开了支票 但齐悦却开口提了个条件 要对方赎回他的东西 才肯当保镖 老板见状 只好乖乖掏出玉佩归还 两人走到公司门口 朝夕朗向齐悦介绍自己 对方却没什么反应 不对啊 不是说他的名字 全球尽知吗 怎么这家伙如此淡定 一定是还没反应过来 他只能重复介绍 自己是全球第二大总裁 名下的产业遍布全世界 面前的这座高楼 就是自己的公司 但对方的反应 一如既往的平淡 回到公司里 他赶紧让小张带齐悦去换身衣服 他满口答应 顺便告诉对方 办公室有惊喜 带着满心疑惑 朝夕朗回到办公室 一打开门 就看到站在落地窗前的金亭云 二人面面相去 朝夕朗喷的一声 把门关上 冷静一下 自己一定是开门的方式不对 随后又把门打开 果然是那个男人 男人一头帅气的黑发 手里托着一杯红酒 朝总心想完蛋 这哪里是什么惊喜 分明是惊吓 尴尬的笑着打了声招呼 他问对方 还记不记得自己 对方表示 咱们不是不久前才见过面吗 怎么可能忘了 这一下气氛更尴尬了 他说的不久前 到底是指厕所那次 还是昨晚那次 如果还记得昨晚 那就麻烦了 只能相信系统的能力了 金亭云和善地看着朝夕朗 没打招呼 就来造访 希望不要介意 赵总假惺惺的表示 当然不介意 接着开启商业互吹模式 对着对方一阵猛夸 还想进一步深入交流 而金亭云突然靠近他 说 既然想深入交流 那昨晚为什么偷偷溜浪 朝夕朗一口红酒 喷到了对方脸上 他赶忙拿纸巾 帮对方擦西服上的红酒 红酒对西服衬衫来说 很难洗 心里有些愧疚 而金亭云 却一脸坏笑看着他 眼神怪怪的 这眼神看得他心里毛毛的 为了避免与对方对视 他以帮对方找衣服为由 转头走开 打开了自己的大衣柜 里面琳琅满目的 挂着各种西服衬衫 表示要陪对方一件新的 金亭云也毫不客气 直接开始脱衣服 赵总急忙叫停 红着脸 想要出去 以后再让他继续换 但是对方却把他挡住 表示不急 还是先回答 昨晚为什么要溜走 他装傻表示 对方昨晚一定是喝多计错了 金亭云盛气凌人 步步紧逼 既然喝多计错了 那为何他早上一睁眼 发现身旁睡了个不认识的女人 很快 朝夕朗撞到了桌子 退无可退 对方则顺势将他压在桌边 明明 昨晚已经坦诚相见了 今天却在这里装傻 他紧张到了极点 逗大的汗珠往下掉 难道他都想起来了 就在此时 小张敲门通知老板齐先生 已经换好衣服 朝夕朗心中大呼 得救了 赶忙让对方进来 小张推门而入 映入眼帘的事 金总把朝总压在桌子上的刺激场面 他捂着羞红的脸道歉 自己又打扰到他们的好事了 朝夕朗赶忙推开金亭云 并无力地解释一通 小张把齐悦带了进来 朝总抓紧逃开金总身旁迎了过去 看着齐悦这一身帅气的西装 很合身 又摸着他的马尾说 就是头发有点长 金亭云在后面醋一爆棚 原来朝总喜欢这样的 这就是对方昨晚逃走的原因吗 朝夕朗听到这话 有些不悦 谁说是偷偷溜走的 自己是光明正大走的 这种类型是哪种类型 金亭云瞪着他 他心想 对方不会以为自己是鸡老吧 还误会 他跟齐悦有一腿 真是无语 为了解除误会 他拍了拍齐悦的肩膀 介绍了一下 这位新来的保镖 可金亭云却一脸鄙夷 包养就说包养 还什么保镖 让他一只手 都未必打得过自己 听到这话 齐悦瞪了金总一眼 金总也毫不示弱 瞪了回去 两位剑拔弩张 充满了火药味 见到场面有些失控 朝夕朗立刻挡在二人中间 让他们冷静 叮嘱齐悦 尽量别起冲突 金亭云冷哼一声 赵总又不高兴了 整天哼哼哼的 跟谁欠他的一样 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这两句 把对方骂得一脸猛 只是不给一个保镖留面子 就叫过分吗 赵总依旧得理不饶人 齐悦是他的人 这么做 就相当于不给自己面子 金亭云知道对方说的没错 但自己又气不过 啪的一声 用力把门打开 临走之前发出邀请 今晚七点 在京港有个商业聚会 希望到时候 赵总能解释清楚 昨晚的事情 赵歇朗偷偷冲着 他的背影 做了个鬼脸 以此来发泄 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不满 小张问他 为什么不追 他没好气地表示 为什么要追 那个姓金的 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 鼻子 都快翘上天了 稀里糊涂 又给人家骂一顿 有钱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当然除了自己 他叮嘱齐悦 以后见着那人绕着走 不要跟白痴一般见识 齐悦却说 没必要 姓金的打不过自己 赵总不太确信 毕竟那个男人十几岁 就拿过自由格斗总冠军 而且人家有主角光环 齐悦表示 虽然那人身手也不错 但是他少了一样东西 众人疑惑少了什么 他回答道 少了杀意 看着齐悦的眼神 二人有些害怕 金总没杀过人 难道他杀过 赵总甚至有些怀疑 对方是别人过来的杀手 钱福在自己身边等待机会 齐悦一脸淡定地表示 他没有 杀人是犯法的 这小子说话大喘气 把人吓得不轻 赵总让小张带齐悦去理发 自己研究一下 刚才金总说的聚会 赵希朗手里 拿着金总的人偶 反复拉扯拿捏 那是一个五年举办一次的 大型商业聚会 而且是私人聚会 主办人是金婷云 赵总心里想着 既然对方不仁 就别怪他不义了 接下来 赵希朗来到一个批发市场 开始采购 准备买些衣服鞋子 小商品什么的 他把价格左砍右压 买了一堆便宜货 砍价水平 把商铺老板都整无语了 回到办公大楼 小张过来提醒 赵总该出发了 一看他的穿搭 差点惊掉下巴 只见他上身黑色印花背心 下身米色大裤衩 还穿了一双凉拖鞋 浑身上下不超过一百块 金刚酒店 各位大佬 带着自己的老婆 一身西装革履 只有赵希朗 穿着一身便宜货 显得格外扎眼 门口的接待小伙 刚想欢迎光临 可抬头一看 立马伸手拦住 要求他出示邀请函 赵总则问他 难道还怀疑自己的身份不成 门市表示 只是职责所在 看热闹的众人交头接耳 这不是朝阳集团的总裁吗 怎么穿成这样就过来了 赵希朗此时正指着门市鼻子骂 老子时间这么宝贵 被你耽误这两分钟 少说丢了几百万的生意 心里想着闹吧闹吧 闹得越大 金婷云越丢脸 门市在旁边一直赔不适 这时候金总闻声走来 赵希朗等着看笑话 谁知金婷云过来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还是赵总有办法 并莫名其妙地向他道谢 赵希朗一愣 性惊的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对方表示 之前就觉得宴会有不完善的地方 之后会加强服务人员的培训 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客户 金总示意看热闹的众人进去 楼上已经备好了酒水 只留一脸猛的赵总待在原地 这种时候 还有人不合时宜地过来拍马屁 宴会大厅中 赵希朗靠在窗边喝酒 心里想着 这次真是灾了 以后怕不是要被性金的欺负死 他放下酒杯 打算去上厕所 吩咐齐越不要跟着 这时有个油腻大叔走过来 问齐越腰间的玉佩卖不卖 赵希朗刚走进厕所 金婷云就跟了过来 这人心里 还是对上次保镖一事耿耿于怀 满是醋意 三句不离齐越那个小白脸 并表示 这个聚会 他只邀请了赵总 齐越是不相关的人 赵总纳闷 怎么一说到保镖姓金的 就阴阳怪气 接着就坏笑着询问 今天这身行头 来参加他的派对 没问题吧 明显是想找回今天的场子 可那个男人却不要脸地说 这是私人聚会 如果他愿意 不穿衣服也行 赵希朗嘲讽他不是每个人都有暴露皮的 金总摇摇头表示 昨晚明明是赵总帮他脱的衣服 俩人活像一对冤家 最后 赵希朗败下阵来 懒得跟他争 气呼呼 走到另一边准备方便 金婷云跟过来死死盯着他 并出言调戏 让他继续别停下 气氛很尴尬 赵总被盯得脸通红 没人能在别人不怀好意的注视中 继续下去 他则问金婷云 不上厕所 来着干嘛 对方表示不干什么 就是想和赵总聊聊 都是男人有什么关系 而且 你赵总不也看过我的吗 这话把赵希朗对得哑口无言 金婷云又一次步步紧逼 赵总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对方询问道 昨天晚上的事想好 怎么解释了吗 眼看着金总把自己逼到墙角 他还想负于顽抗 金婷云一个壁东 让他无处可逃 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可怜的赵总紧紧护住胸部 娇羞的模样不知所措 此情此景仿佛时间停止 赵希朗反应过来 赶忙推开金婷云 斥责对方到底想要什么解释 那天只是帮他脱个衣服 什么都没干 金总笑 他居然拿这种骗小孩子的话敷衍自己 关于他喜欢男人的这件事 自己愿意帮他保密 喜欢男人这句话仿佛一把利剑 自穿赵希朗的胸膛 难道他长得就那么像同性恋吗 这么说 自己还得谢谢他 对方表示不用客气 赵总乍毛了 爱保密不保密 老子根本不喜欢男人 对方只是耸了耸肩 差点没把他气死 只能窝囊地转身逃跑 却被金婷云一把抓住 他还以为赵希朗要去跳楼 实际赵总只是想看看 外面有没有下雪 因为他觉得自己比痘鹅还冤 金总一脸正经地问他 他这个智商是怎么当上总裁的 赵希朗更气了 自己居然被一本小说里的角色鄙视了 没好气地放狠话 待会要是下冰雹 一定第一个砸死你 金总呆愣愣地看着他发脾气 突然莫名其妙地夸赵总长着一张美人脸 怎么性格这么奇葩 面对突如其来的调戏 赵希朗的心竟然扑通直跳 赵希朗猛了 自己居然被男人的笑容迷住了 这人的主角光环太强了吧 无奈回头请求对方放他离开 金婷云有些伤心 看着偷偷摸摸想要逃跑的赵希朗 打算挑明了问他 赵总让秘书把苏妍的女儿送到他床上 到底想要什么 赵希朗一惊 他怎么想起来了 系统不是应该把记忆修改了吗 对方表示要再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 金婷云回忆起昨晚的事情 一睁眼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 一丝不挂地躺在旁边 很明显女人也不认识她 她第一时间想到查看监控录像 亲眼看到张秘书搀扶着女人走进了她的房间 赵希朗尴尬地扭过了头 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对劲 如果按照金婷云的性格 有了确凿证据肯定粗暴地直接要求他负责 对方再炸自己 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他脑子飞速旋转 很快就编了一个故事 在他嘴里金总像是一个变态色魔 反正监控拍不到屋里 总之就是金婷云占了苏小姐的便宜 苏小姐当时也没拒绝 他就成人之美主动离开了 赵希朗自以为故事很完美 谁想到对方一个字都不信 理由很简单 金总压根看不上苏小姐 他一把搂过赵总的腰 难不成你喜欢我 然后故意扔一个女人来试探 赵希朗听到这么离谱的话 赶忙否认 幸好这时候 齐悦过来了 真是一阵急时雨 把赵总给救了 趁现在赶快跟着保镖离开 金婷云再次叫住他 说有些合作项目上的事 想再跟他谈谈 如果赵总不敢 可以让保镖跟着 说着便与齐悦对视了一眼 两人针肩对脉盲 赵希朗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有什么好怕的 谈就谈 接着叮嘱齐悦在门口等着 要是听见什么异动 立刻冲进来救他 电梯中 赵希朗瑟瑟发抖 有些后悔 刚才怎么中了激将法 脑子里满是金婷云 可能对他做的事 简直要把他逼疯了 而对方则是一脸宠溺地看着他 突然间 电梯开始猛烈晃动 把二人吓了一跳 齐悦看着手里的玉佩 心想着 竟然回不去 留着又有何用 这时 一旁的服务员突然撞到了 手里的玉佩随即滑落 掉在地上 直接摔成两半 紧接着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齐悦抓起破碎的玉佩 跑向电梯 心里还想着 赵希朗千万别出事 另一边的电梯里 赵希朗因为没有任何防备 直接一头倒在金总怀里 对方让他小心 还把他紧紧抱住 突然地面停止晃动 赵希朗觉得 好像停下来了 心想着 自己怎么在他怀里 随后便一把推开了他 金总让他别动 让自己再报一回 对方心想着 堂堂金氏集团总裁 也有害怕的时候 难不成是幽闭恐惧症 算了 也就这么一次紧急情况 准备给对方讲个笑话 分散一下注意力 紧接着便说 北城三百年前 不是也有一次大地震吗 据说是一个神仙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用屁崩的 这还不是最搞笑的 最搞笑的是 他们研究了三个月 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事是假的 说完便大笑起来 金总却什么也没说 随后觉得他果然没有幽默细胞 那自己就不讲笑话了 准备背首诗的时候 没想到金总越离越近 心想他肯定只是紧张 别想歪了 自己背的鼓诗有什么问题 对方让他再背一遍 紧接着背到了指线鸳鸯 不限仙 金总询问他是在 投怀送抱勾引自己吗 对方没反应过来 直接答应了 随后改口说自己才不是 是对方误会了 还说刚才听到外面有声音 是不是有人来救他们了 金总下一秒直接把他拉近 随后告诉他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把那晚后面没做的事情做了 昭西朗说金廷云的笑话太冷了 想在表演的单口相声打发时间 对方询问他真不懂吗 自己想跟他说相声吗 昭西朗果断答应 觉得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挺无聊的 金廷云表示自己会好好配合他 对方却一直想和他分开 金廷云觉得不需要 也可以对方讲他的 自己做自己的 随后把手放在对方脸上 对方询问他做什么 到底想干嘛 没想到金廷云一头扎进他的怀里 还说自己在配合他 对方心想着不能坐以待毙 一直推他却推不开 没想到金廷云一把将他推到电梯墙上 还把手放在了他的下巴 昭西朗说他真没有这个意思 昨天晚上没有 现在更没有 紧接着对方一把松开了他 说自己不喜欢强迫别人 他既然没这个意思 自己也不会逼着他坐 正在这时电梯坏了 修理工觉得电路损坏严重 只能强行把门撬开 等别人把机器抬上来 齐悦听后静止走了过去 还一把推开修理工 一旁的男子让他别傻了 平原力怎么可能把门打开 结果下一秒啪啪打脸 电梯里的昭西朗看见他开心不已 就知道他会来救自己 电梯里都闷死了 对方拉着他离开 留下金廷云一人在原地 心里想着吃软不吃硬 昭西朗一边走一边吐槽着 几百年才一次的地震 怎么就让自己碰上了 幸好没什么人受伤 听说过这个区地震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齐悦向他道歉 对方觉得这是天灾 要道歉也是老天爷道歉 齐悦拿出破碎的玉佩 对方准备拜托金廷云 给他找找另外半块 金刚毕竟是他的底盘 紧接着对方说他要辞职 昭西朗心想着 他今天怎么回事 难道是碰上了什么事情 没来得及就我在内疚吗 随后便说地震这事 谁也控制不来 他这个保镖已经很称职了 紧接着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还说自己尊重员工的个人隐私 心想着自己这话 是不是说得很好 自己也觉得 像这样的老板不多了 如果感动的话 给我打工一辈子就行了 最好还不要工资 再获着以身相许好了 昭西朗一觉醒来 便大喊大叫 没想到居然天降一个小孩 他还询问对方什么情况 都是他把自己害惨了 小孩脸色难看得不行 昭西朗一脸不解 难道是因为上次 使用紧急制动系统的后遗症吗 对方突然开口叫他儿子 还说出大事了 昭西朗赶忙询问他什么事 小孩让他放自己下去 再不放自己下去就走了 还让他自己猜去 昭西朗瞬间变了个脸色 还说自己这是着急 让他慢慢说 小孩告诉他 这次地震不是偶然 而是空间震荡 具体原因自己还在查 对方听后一脸疑惑 表示自己只知道脑震荡 系统随后给他科普 每本小说都能算作一个独立事件 每个世界按照自己的规则 独立运行互不干扰 但是 因为某些原因事件 导致两个世界交错产生影响 就是空间震荡 昭西朗听了 害怕得不行 正在这时 电话突然响了 是金总打来的 对方告诉他 丢的那半块玉佩找到了 昭西朗听后 开心不已 真不愧是金氏集团 做事真有效率 不料金总却说 只有他的事情 自己才会放在第一位 对方赶忙说 玉佩他明天去公司拿 还跟对方说了晚安 挂断之后就说 对方的脑回路 越来越鬼畜 小孩说 他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说 昭西朗来找金总拿玉佩 二人正在交接的时候 金总突然开口打断 如果对方不忙的话 不如一起吃个饭 商讨一下合作 对方说他非常忙 脑海里浮现出 小孩对他说的话 随后脸色一变 说自己非常乐意 一点都不忙 一男子在旁边 看着他们 陷入了无语 金总邀请 昭西朗去吃日料 助理突然提起 他下午梧桐街的视察 昭西朗想起 那是金总和苏慕依 碰面的地方 随后邀请对方 先视察完再吃饭 自己记得 梧桐街附近有一家酒店 自己请客 就当是谢谢他 替自己找到了孕 二人坐在车里 一阵尴尬 金总询问 他不是不愿意 和自己吃饭吗 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方说 他就是最近闲着 想出去溜达溜达 说不定还能碰到熟人 紧接着又问起了 金总和苏小姐 还有联系吗 对方不记得 他说的是哪个苏小姐 昭西朗说 他是贵人多忘事 就是苏妍的女儿 自己记得金总说 他那天走的时候 心情不好 问后来打没打电话 安慰他 金总却说 和他有什么关系 还一把搂住了昭西朗 表示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要提不相干的人了 对方说他不提了 心想着自己 为了你们的大事 操碎了心 等他们按照剧情 在一起的时候 任务完成 即将回到现实世界 终于可以离开 这个世界了 金总问他 在傻笑什么 对方说自己 确实在笑 但明明笑得 那么风流倜傥 帅气逼人 怎么能叫傻笑 金总说他很有趣 赵西朗觉得对方很温柔 司机提醒他们到了 赵西朗让他快去视察 自己到休息室等他 还让对方赶紧去找苏木医 心想两人快点 天雷勾动地火 赶紧忘掉自己 金总却突然回头 一下直接压在他的身上 抚摸了一下他的脸后 直接亲在对方的额头上 金婷云觉得 昭西朗的味道不错 准备再亲他的嘴时 昭西朗一把将他推开 觉得他肯定是疯了 金婷云感觉到昭西朗 很想远离自己 所以做个标记 昭西朗骂他是狗 金婷云表示自己 可是如假包换的男人 问他要试一下吗 然后告诉昭西朗 外面的人该等急了 出去试察吧 昭西朗心想着 金婷云是个大傻子 突然想起 自己刚才为什么不躲开 一定是车厢太小 金婷云太强势 他没反应过来 肯定不是自己的问题 众人热烈欢迎他们 吴经理询问秘书 来试察的金总 居然是金婷云 自己以为来的是他爸呢 谁都知道 金婷云和他父亲的口味 一向都是相反的 这下可好 症状枪口伤了 金婷云问他们 讨论够了没有 吴经理做手势 让他先请 谁知 手下看到吴经理的动作 以为是要继续执行 下一步欢迎仪式 立刻拿出鞭炮 欢迎金婷云 吴经理却气得直骂 他是个蠢货 金婷云直接指责吴经理 问他是不是不想干了 吴经理赶忙求饶 希望金婷云饶他一命 他家里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游两岁小孩 昭西朗看到这一幕躲在后面偷笑 金婷云表示 今天要好好视察一遍 等事情完了 自己再来处理他 随后向众人介绍昭西朗 让他们带昭西朗去休息室好好招待 自己这边不会耽误太久 半个小时后出发去吃饭 昭西朗疑惑不解 觉得金婷云今天很奇怪 难道这就是系统说的 什么震荡的问题吗 还傻乎乎的说什么标记 自己可是标准的直男 正在这时 秘书前来送茶水 昭西朗闻到了他身上的香味 秘书突然趴在他的身边 还询问他 很热吗 昭西朗一脸猛 心想着 如果回答热 是不是就要脱衣服了 不能继续啊 身为正直的男人 别被欲望蛊惑 随后一巴掌打在对方手上 让对方不要这样 自己不是他想的那种人 请他立即出去 秘书不明白 他在想什么 昭西朗直接问他是在勾引自己吗 秘书一脸无语 立刻否认 随后一一向他解释了 自己化妆和喷香水的原因 昭西朗又继续问他 为什么把衬衫扣子解开 秘书表示 这屋里的空调坏了 问昭西朗 难道没感觉到 这比其他的地方都热吗 昭西朗一脸尴尬 连忙向对方道歉 自己误会他了 秘书让他自己倒茶 走的时候 心里还想着 现在的男人啊 人是挺帅的 怎么那么自恋呢 昭西朗觉得 他肯定是被 金廷云传染了 不过 这里真的很热 休息室不能继续待了 金廷云打了个喷嚏 觉得肯定是 昭西朗想他了 随即表示 要回去找他 昭西朗打开房门 没想到 齐悦就在门口坐着 手里还拿着玉佩发呆 昭西朗上前询问他 是不是想家了 有兄弟的地方就是家 自己永远是他的兄弟 不过没牵挂也挺好 乃相自己 为了回去 必须要给那两个 智掌牵线 这边的金廷云 着急不已 吴经理觉得 昭西朗也许是上厕所 已经派人再找了 金廷云表示 如果昭西朗要是伤到了 他这个总经理 就不用当了 随后扭过头 就发现了昭西朗 金廷云默默走了过去 看到昭西朗 正要和一个男人接吻 金总上前打断二人 对方让他自重 金廷云让齐悦 离昭西朗原点 后者却说 保护老板是他的职责 昭西朗赶忙出来打圆场 说都是误会 总经理向他解释了来龙去脉 金总发现他不在休息室 怕他出事 都快把公司翻过来了 二人听后 沉默了好一大会 昭西朗给金总道歉 说自己离开休息室的时候 忘了说 手机又没电 让他担心了 真是不好意思 自己这个保镖不知轻重 自己代替他 道个歉 对方表示没事 齐悦说 他去楼下等昭西朗 总经理也跟着下去看看车 备好了没 随后 金总把胳膊搭在了昭西朗脖子上 询问他和齐悦在做什么 对方说 他就是跟齐悦聊聊天 当老板的 总得关心下属 金总心想也是 他不可能跟一个男的 在这里做那种事 自己居然会失态到这个地步 随后便说 对方和保镖关系不错 昭西朗表示 自己知道对方想说什么 不就是想说 齐悦是自己包养的小白脸吗 今天相处的还不错 没必要因为这种小事 闹得不愉快 所以 金总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方说 齐悦不是他的保镖吗 怎么现在又承认 他是昭西朗包养的了 昭西朗询问 金总想让自己怎么说 二人来到楼下 昭西朗疑惑金总的脸色 向着情语表示的 小白脸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突然 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后便询问他 没有遇到熟人吗 金总说 他似乎很在意自己的老熟人 对方赶忙回答没有 自己只是随意问问 紧接着又在想小说里的剧情 心里默念苏慕一大小间 你在哪呀 金总说 昭西朗根本不想去卫生间 也没什么要和自己说吧 对方眼神闪躲 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聊 金总表示自己吸耳恭听 昭西朗觉得 现在这个姿势不合适 想先换个姿势 对方却觉得 这个姿势不错 还说很适合深入交流 这时的苏慕一从一旁经过 昭西朗赶忙叫住了他 还把金总推了过去 说接下来是他表演的时候 然后就急忙后撤 随后开始幻想起接下来的剧情 正在开心不已的时候 突然被一阵尴尬的气氛打断 紧接着就询问金总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在这 不料对方反问他 叫住苏慕一做什么 昭西朗一脸猛 说好的见面 触发霸道总裁剧情呢 怎么什么情节都没发生啊 随后询问金总 还记得苏小姐吧 对方一脸高冷 记得又怎样 路人一个 无话可说 随即拉着昭西朗的手就走 还让他陪自己吃个饭 再说其他的 对方心想着不行 现在走了 自己今天做的 不就白费了吗 紧接着 便要拉着苏小姐一起吃饭 对方向他表示感谢 但是自己是不会去的 昭西朗说 之前的事情是自己不对 一直觉得很抱歉 总想找个机会 和他亲自道歉 这次遇到他 看来也是缘分 希望苏小姐能给个机会 金总询问他之前的事情 是什么事 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对方说 就是一点小事 苏小姐去他办公室 找他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误会而已 金总询问他到底什么事 说清楚些 对方招架不住 金总的强拉硬传 说他本来是向苏小姐提了一个要求 只要他和自己在一起 那五百万就不要了 而且 还会帮他爸看病 金总询问 昭西朗 是喜欢他吗 对方心想着自己这个剧情 这不是霸道总裁小说中 经常出现的 男主吃醋的场景吗 紧接着抱起苏小姐 还说自己喜欢他 不料金总看见后 一脸无语 昭西朗觉得 金听云吃醋了 接下来应该按照 霸总小说的剧情 将小白莲抢走了吧 然后就一直搂着小白莲 自己打心里都觉得 小说作者到底是怎么 写出这么恶心的台词的 对方说他快不能呼吸了 昭西朗赶忙松开他 还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不过对某人来说 这效果似乎还不错 金听云走到二人面前 紧接着把手搭在昭西朗的肩膀上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吻了过去 这一幕 引得众人都拿出手机拍照 昭西朗猛地推开他 还询问他到底在干嘛 对方却说自己是在做 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昭西朗表示大庭广众之下 别人都看着 他不要脸自己还要呢 金总却觉得这是自己的公司 难道还能传出去 什么流言蜚语不成 一旁的秘书赶忙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小白莲说他们合伙欺负自己 没想到金听云还添油加醋 觉得像他这种家世长相 都平平无奇一抓一大把的人 还没有让自己记住的资格 至于昭西朗 真以为他喜欢他吗 他只是不准备向家里出柜 想找个女人做女朋友 来掩盖喜欢男人的事实 昭西朗说自己没有 他喜欢的就是女人 他们夫妻吵架 不要殃及吃鱼 小白莲听到后哭着离开 昭西朗让金听云赶紧去追 对方询问他为什么要追 昭西朗问他 是不是故意说胡话惹他哭 然后再安慰他 趁机轻占芳心什么的 金听云邀请他去吃饭 对方觉得女主都跑了 还吃什么吃 自己先回公司了 金听云舔了一下手指 觉得虽然没有按计划 共进晚餐 但今天收获颇风 暂时就放过他 第二天的昭西朗正在对着镜子说话 突然系统爸爸出现了 昭西朗询问他那个紧急制动系统 能不能再用一次 对方反驳他 以为是大白菜 自己都说了 这个世界已经失控了 自己再警告他一次 每个小说世界都是完整的 如果剧情无法回到正轨 他就会彻底变成这个世界的人 再也出不去了 金听云正在查看追男朋友攻略 突然陷入了沉思 昭西朗照常来到公司 秘书和他打招呼 还一顿阴阳怪气嘲讽 对方让他别瞎想 赶紧干活去 然后和保镖说 他太不尊重自己了 老是开这种玩笑 搞得自己很没面子 不过这也能侧面反映出 自己这个领导人的亲和力强 员工们喜欢自己 他也挺喜欢自己的对吧 没想到自己说什么 保镖都说嗯 后者觉得这很无聊 昭西朗心想着 他居然还不满了 居然还有这个情绪 这好像不是重点 随后便开始训斥他 最近自己一说话 他就走神 自己是他的老板 听自己说话 是最基本的尊重 对方说他像一个人 昭西朗询问他是谁 没想到保镖却说是唐僧 紧接着踹他一脚 居然被躲开了 觉得对方这反应 确实比金听云快 是在哪练的 保镖刚想说些什么 不要这时候 手机收到一堆短信 紧接着接到一个电话 本以为是推销的 没想到是金总打的 随即就问对方 有什么事吗 金总问他 中午有空吗 能否赏脸吃个饭 昭西朗说他可是个大忙人 自己可不敢耽误他的时间 有事现在就说呗 吃饭就免了吧 对方说是三个亿的项目 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随后使用激将法 对方果然答应他 昭西朗让保镖 本会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 千万不要让自己 离开他的视线 没想到对方说自己是保镖 又不是保姆 自己今天不跟他去 还说金听云没带保镖 这应该是个私人性质的约会 只有你们两个人 要是非让自己去也行 不过这样会显得他比较怂 二人来到餐厅 昭西朗表示自己吃什么都行 不挑食 还问服务员 他们这怎么没人 没想到是金总 把这都包下来了 金总说 他希望这次吃饭 只有他俩 没有第三个人 昭西朗表面上说挺好 其实心里想着 现在回去还来不来得及 突然觉得 这轻柔的音乐 还有屋外人打扰的餐厅 这环境 随后询问对方 不会是在追自己吧 没想到 金总直接承认 还说自己喜欢他 对方听后 直接愣在原地 昭西朗询问对方 表示最近自己耳朵不好使 金听云说 没听错 自己喜欢他 朝夕朗听后站起身 甩开对方的手 还说他有毛病 没想到金听云还在说着 自己是真心喜欢他 对方让他闭嘴 再多说一句 自己就打他 没想到金听云让他打 还说打是情骂是爱 对方说 这饭也别吃了 倒胃扣 还让他别跟着自己 出了餐厅便跑了起来 结果还被绊倒了 金听云留在原地 心里想着 还是太急了吗 自己早晚得到他 另一边的昭西朗 回到公司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突然听到怪异的声响 心想着自己 就回公司拿个药酒 点子不会那么倍吧 紧接着 从角落走出一个人 手里还拿着把刀子 走近一看 没想到是秘书小张 赶忙询问他 都下班了 怎么还没回家 对方哭着说 他有文件忘拿了 昭西朗询问他 家里出事了吗 员工心情不好 会影响工作效率 跟自己说说呗 说不定能帮上忙 小张说他表弟 今天打电话 说不读书了 他家里条件差 不读书以后就全毁了 自己跟他关系特别好 却帮不上什么忙 昭西朗赶忙安慰他 听说对方的工资 都补贴家用了 这也不是他的错 表弟成年了吧 暑假就要到了 安排他到公司工作几个月 虽然钱不多 但继续读书 还是可以的 小张急忙感谢他 对方说 没事 别再穿成这样 出来吓人就行 小张突然问起 昭西朗和金总吃饭的事 对方说他东西没吃到 反而气饱了 随后询问对方 怎么判断 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自己 小张说 要看他是不是体贴 了解我等等吧 昭西朗觉得勉强及格 秘书询问他 什么勉强及格 是说金总吗 紧接着又问他 跟金总在一起了吗 打算什么时候公布呢 对自己这个 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秘书 赵总可是一点眼神 都不给啊 自己以为 金总是个又冷漠 又严肃的人 没想到他私下 对赵总那么热情 这大概就是 传说中的真爱吧 随后便离开了 还祝他们幸福 赵西朗被说的 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突然转念一想 觉得自己喜欢的 绝对是女人 就算自己喜欢的是男人 也不能是金婷云 他可是自己的任务对象 没想到下一秒 直接撞在保镖身上 询问他怎么在这 对方说 刚才的话 他都听到了 赵西朗询问保镖 听到什么了 自己一个世界第二的老板 调戏一下秘书 不是很正常吗 还让他早点回去吧 大晚上的 就不要锻炼那么拼了 对方突然抓住他的手 还叫他一起去撸串 老板爽快答应 二人来到烧烤摊 赵西朗一直在喝酒 保镖让他差不多就行了 吃点东西甜甜肚子 可他却觉得 这都是什么事啊 真是垃圾事件 对方也这么觉得 还让他说说 赵西朗准备给对方 讲个故事 随后询问他 这还是主角吗 没有主角光环就算了 任务失败 回不到原来的世界 也挺好 但任务对象 怎么会喜欢上自己呢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保镖觉得 是金婷云想追他 赵西朗听后拍案战起 表示自己说的是故事 书里的故事 对方说他傻自己可不傻 赵西朗承认自己 就是里面的主角 觉得对方说的对 自己确实挺傻的 有自知之明 想不到自己在的这个世界 只是本书 保镖觉得 对于对方来说 这确实才是重点 自己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按照他们的话来说 自己来自古代 本是一名王的贴身侍卫 跟随主上南征北战 当时奸臣乱政 百姓流离世所 主上是南德的贤王 主上正与江南的越王打仗 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冷剑 射向主上 自己的身体 比思想先动 直接挡在了主上面前 自己回不去 也不知主上还能撑多久 朝西朗心想 怪不得他来历不明 也没有身份证 身手比主角好 原来他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随后表示没事 之前自己也说了 可以当他的哥哥 即使对方不是本地人 这话也奏效 保镖却觉得他 还是有主角光环的 他有配套系统 自己可没有 对方让他停 别提那个垃圾系统 他们还能做朋友 正在这时 一帮小混混闹事 说朝西朗的衣服不错 脱下来 给兄弟们穿穿呗 保镖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说了句滚 众人剑拔弩张 朝西朗询问对方 这条街是你们的地盘吗 小混混表示 知道还不快点 把衣服脱掉 自己看上他 是他们的荣幸 朝西朗嘲笑他们 还用那么老套的打扮和台词 表示这个事归自己管 自己就勉为其难 收他们做小弟 去换身干净的衣服 过来拜见他们的老大把 小混混感觉自己 被戏弄了 随后让小弟揍他们 朝西朗让保镖快上 还许诺给他加工资 对方以为他 那么横是有后手的 随后便和小混混们打在一起 没想到 直接把他们秒杀了 朝西朗过来嘲讽他们 刚才是谁想把自己 打到连老妈都认不出来着 小混混赶紧道歉 让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对方警告他们 以后别干坏事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滚吧 保镖询问 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吗 对方觉得 这种二混子 平时也不敢干什么 大奸大恶的事 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还夸他牛皮呀 自己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 保镖说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朝西朗问他 难道这是 他练武的独家心得吗 对方却说 这是他从电视上看来的 众人看到这一幕 开心不已 纷纷过来 想和他们合影 朝西朗让他们排队合影 没想到 居然还要钱 保镖拉着他就走了 说他是世界第二副 不缺钱 紧接着又问他 现在心情好了吗 对方回答好多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自己先回去问问系统 还让对方把手放开 保镖说 天色不早了 自己送他回去 紧接着看向自己的手 陷入了沉思 金婷云正躺在床上 心想着 发短信和单独吃饭告白的招数 都失败了 接下来该用哪一招呢 突然看到 一篇直播追夫日常 正在这时 弹窗弹出一条广告 是播报的朝西朗和保镖 标题上居然说他们是情侣 金婷云看后 陷入了沉思 朝西朗指责系统 既不能修复世界 也不能送他们离开 那这个系统还有什么用 对方说他也没闲着 这几天去修复世界了 而且 自己已经想到办法了 这本书的世界 就像一间房子 原作主要围绕男主展开 由于未知原因的介入 男女主不受控 世界失去支撑 也变得不稳 如果金婷云出了问题 那整个世界就会坍塌 谁也活不了 只有暂时稳住主粮 再增加新的支柱 这个世界才不会崩溃 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在自己立起新支柱前 跟着金婷云稳住他 不要让他做出格的事 朝西朗说 金婷云基于自己的身子 自己这是羊入虎口 必须换人 对方说他为世界 做贡献的时候到了 朝西朗表示 那好吧 自己再坚持一阵子 让他动作快一点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 秘书小张说他出名了 随后给他看了视频 还说难怪金总那么优秀 他都不愿意 原来是有齐悦了 对方表示 网民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还让他别瞎说 自己跟齐悦只是朋友 让公安部处理一下这两个视频 秘书表示好嘞 自己还是站在他和金总一边的 朝西朗躺在床上 心想着 昨天金婷云才跟自己表白 今天就出了这事 要是金婷云知道了 自己还怎么稳住他 正在这时 电话响了 没想到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对方邀请他一起吃早餐 朝西朗说他已经吃过了 对方却说 他问过小张了 他说你才刚起 一起去吃早饭吧 自己在楼下等他 金婷云让齐悦摆正自己的位置 离他的老板远点 他一个保镖 还不配站在他身边 二人针锋相对 齐悦说他打不过自己 这时 朝西朗也赶到了 二人一起去吃小笼包 金婷云说他看过那个视频了 二人在路边停下 朝西朗解释昨天的那个视频 播放量挺高的 网络上已经传遍了 金婷云问他 跟那个保镖到底什么关系 朝西朗慌了 金婷云的脾气本来就大 这次肯定不会放过他 如果跟以前一样 不会直接将他扑倒吧 难道还让他穿上女装 想着想着 自己脸红了 金婷云抓住他的手 问他昨晚有没有受伤 朝西朗告诉他没受伤 然后开始疑惑了 怎么那么温柔 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金婷云让他晚上最好不要出去 实在想出去的话 就叫他一起 拉着他的手就要离开 因为他肚子饿了 朝西朗的手有些颤抖 是被捏的 他还是那么小心眼 二人走在路上 一个篮球突然砸了过来 金婷云顺手接住 球场上的人 让他把球扔回去 没想到金婷云秀了起来 转身一个投篮 在球场外就将球投了进去 引来一阵欢呼 朝西朗也夸赞他玩得不错 金婷云表示自己之前带国家队拿了第一 但是几年没练了 朝西朗好奇他还有什么不会的吗 金婷云搂住他 告诉他 自己现在想追一个人 但不知道怎么去追 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追过别人 朝西朗是第一个 所以自己愿意等他 直到他接受自己 朝西朗也有些感动 这难道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不可能 自己可是一个直男 怎么会对男人动心 突然发现 金婷云像个变态一样 拿手机拍照 没想到金婷云只是说 他脸红的样子太诱人了 多拍几张来做壁纸 朝西朗想让他删了 抢手机也抢不到 突然两名员工路过 认出了朝西朗 被认出来后朝西朗一阵尴尬 随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咳嗽两声后 向他们打招呼 两个员工跟迷妹似的 围在朝西朗身边转 但随后就问他男朋友呢 朝西朗疑惑 这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吗 于是开始解释 那人只是他的保镖 不是男朋友 但是不管他怎么辩解 二人都是不信 金婷云突然搂住他 对两个员工吼道 那人不是他的男朋友 吓得二人连忙后退 朝西朗表示 无所谓 大家都是开玩笑了 但金婷云可不行 他有所谓 随后转头告诉员工 视频里的人不是他的男朋友 而自己 金婷云才是他的男朋友 朝西朗也感觉不对劲 急忙正拖出来 金婷云表示 本来不想公布的 但实在没忍住 员工开始八卦起来 随后表示 自己不会往外说的 然后迅速离开此地 餐馆内 二人正在品尝美食 而朝西朗 丝毫没有吃东西的欲望 满脑子都是男朋友 金婷云只看见他发呆 随后夹起一道菜 上前喂他吃 但被一把推开 随后 问金婷云在干什么 金婷云表示 唯有美食与美色 不可辜负 随后放下筷子 走到朝西朗面前 他有话想要对他说 画面一转 健身房内 朝西朗正在坐卧推 全身没劲 直接睡在上面 齐悦递过来了水和衣服 朝西朗喝完水后 穿上了衣服 果然还是锻炼 才能释放压力 齐悦表示 倾诉也可以 看在那么多工资的份上 就帮帮他 朝西朗有些犹豫 但齐悦猜了出来 不会又是因为金婷云吧 朝西朗告诉他 今天 金婷云在其他人面前公开说 他是自己的男朋友 齐悦听完将手里的瓶子都捏炸了 齐悦将手中的水瓶扔了 继续问朝西朗是怎么想的 但他也不知道 今天的金婷云跟以往不一样 一点也不冷酷 甚至说起了甜言蜜语 餐馆内 金婷云对着朝西朗说 这是他追的第一个人 希望他能接受自己 自己也会珍惜他 朝西朗打断了他 他那么帅 怎么可能 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金婷云表示自己 只是被追过 但从未动过心 直到见到了朝西朗 手被抓住了 朝西朗告诉他 甜言蜜语没有用 而且他也不喜欢这样 金婷云蹲下问他 喜欢什么 网上说发消息 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 但自己发了很多 似乎没什么用处 朝西朗以为 那是垃圾短信全都删了 金婷云继续说道 当看见那个保镖的视频时 他气得都想把那人撕碎 但又要感激他 因为有他在 朝西朗才没受伤 韩晴默默地看着他 但朝西朗想要说什么 被金婷云打断了 他只需要告诉他 喜欢什么就可以了 自己来给他准备 直到他能看到他的真心 齐悦说 那是金婷云的事 朝西朗在苦恼什么 都是垃圾系统的问题 非要朝西朗在金婷云的身边 如果平常是高傲的 那自己会毫不留情地踩他 但是现在 像是在欺负一个小朋友 齐悦突然说 其实接受他 也没什么不好的 但被朝西朗打断了 自己可是个男人 如假包换的男人 齐悦想起了 自己在军营的时候 朝西朗好奇 难道他在军营里待过吗 齐悦表示没有 自己只是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本来喜欢姑娘 但是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就互相产生了依赖 况且 朝西朗也不讨厌金婷云 只是他迈不过去心里的那道坎 朝西朗反驳 自己很讨厌他 随后 抢过齐悦的烟 明天直接给他买几条 不过咽这玩意 对身体不好 齐悦表示 这就是个提神的 如果之前他们有这东西 大战之前 人手一包 朝西朗让他不要想那些 不切实际的事情 这兴致 就相当于小白脸 想用他那点工资 还五百万一样 都是过过嘴瘾 突然手机响了 朝西朗掏出来看 是谁打的 没想到是金婷云发过来的 邀请他去吃饭 朝西朗无语 整天就知道吃 他是猪吗 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但被直接挂掉 齐悦问他 为什么不接 朝西朗表示 是广告推销的 随后问他们 聊到那了 但手机再次响起 这广告推销的 真是努力啊 这要是他的员工 肯定要加工资 齐悦拆穿了他 是金婷云吧 朝西朗如果怕他的话 就让他来接 朝西朗说自己可不怕 齐悦转身离开 要去买水 朝西朗点击了接听见 金婷云问他 是不是生气了 要明天晚上 请他吃饭来赔罪 明天上午去接他 城南新开了一家古董店 这几天会有一个大型展览 他们一起去看 逛完后 晚上直接吃饭 朝西朗有些疑惑 这是要做什么 金婷云告诉他 这是约会 但朝西朗 立马挂断了电话 两个大老爷们 约什么会 神经病 金婷云还在短信轰炸 没想到他那么幼稚 刚走出大门 齐悦就问他是不是很高兴 把他吓了一跳 想要踢齐悦 却被躲开了 二人就开始了你踢我 我躲开的局面 朝西朗说他有功夫就了不起吗 但齐悦告诉他 对付他根本用不到功夫 小张此时过来了 告诉朝西朗苏木一想要见他 本来打算不见了 但想了想后 决定还是见一下的好 让他十分钟之后到办公室 然后站在原地笑了起来 办公室内 朝西朗在这等候 有人敲门进来 身上纹满了纹身 头发是紫色的 朝西朗大惊 这是谁啊 但没想到 这是苏木一 朝西朗十分惊讶 没想到苏木一变成了这样 苏木一跟他解释 这是他自己设计的纹身 前几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觉得他的人生太没有意思了 从小到大 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别人安排好了一样 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告诉他 要做自己 他认为这才是他自己 属于他的人生 以前的那个苏木一已经死了 朝西朗也夸赞他 现在的样子比之前有意思多了 他的性格变化得太大了 苏木一明白 朝西朗一点也不喜欢他 好奇之前 为什么和他提出合约情人的话 朝西朗刚要解释 就被打断了 他那天看见了朝西朗和金听云就明白了 原来朝西朗是个鸡老 但被反驳了 他说自己不是 那天只是个误会 自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苏木一从怀中拿出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 表示需要人配合的话 优先考虑自己 他有种感觉 二人应该合得来 如果朝西朗愿意的话 他们真的能够成为朋友 朝西朗一个人在办公室思考 没想到现在的苏木一 还挺对他胃口的 完全可以当哥们 但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 苏木一变成了这样 原剧情肯定没办法发展了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齐悦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朝西朗向他诉苦 表示自己出不去了 齐悦有些好奇 他什么时候瘫痪的 朝西朗推荐他去参加冷笑话大赛 肯定能拿奖 自己给他出钱 但齐悦要怎么报答他呢 上前勾住他的脖子 难不成要以身相许吗 齐悦打断了他 问他是不是金听云又开始作妖了 朝西朗表示不是 而是刚才出去的那位 齐悦有些好奇 他不是本书的女主吗 怎么变成这样了 朝西朗本想着掰不动金听云 就把苏慕依拉回剧情 但现在这样子 这个世界 他应该是出不去了 齐悦也郁闷起来 他都出不去了 那自己肯定也完蛋了 朝西朗看出他的失落 但现在自身难保 没办法再安慰他了 不过趁他发呆 赶紧踢他一脚 一脚踹出去 但被挡住了 朝西朗没站稳 滑倒了 伴随着蛋的破碎声和惨叫声 小张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声音 没想到他们挺着急的 连门都不关 随后推开门想要进去 没想到二人的姿势 现在有些奇怪 汗是因为太痛流的虚汗 为了看伤口才解开的裤子 手上的兵是敷在伤口上的 小张转身离去 但被朝西朗喊住了 给他解释完后 小张对天发誓 这件事 他不会往外说的 尤其是京婷云那边 随后 朝西朗让他说正事 小张表示 之前他表弟来公司 是朝西朗帮的忙 所以 想要当面谢谢他 朝西朗让他进来吧 刚好看看他的模样 朝西朗让齐悦猜猜 他表弟和小张像不像 齐悦只说无聊 人带来了 齐悦愣住了 小张的表弟 和他的一位故人很像 朝西朗问他 想要什么工作 但表弟表示 全听总裁的安排 于是 朝西朗让他跟着齐悦 帮他处理生活琐事 齐悦没有听见 他们的谈话 朝西朗懂了 原来他喜欢这样的呀 随后对表弟说 跟着齐悦 帮他打理一下生活就行 而且他的房子很大 跟他住一起就好了 傍晚 齐悦带着表弟回家 让他自己选一个房间住 随后坐在沙发上 好奇自己抽什么风 居然没有拒绝朝西朗 然后开始打量眼前的人 将茶杯打飞 问他要做什么 没想到表弟直接倒下 齐悦有些惊讶 这是碰瓷吗 第二天 朝西朗还在睡觉 门铃突然响了 他以为是手机 急忙穿好衣服 下去开门 没想到打开门就是一束花 原来是金婷云 朝西朗认为 是自己还没睡醒 金婷云怎么会出现在他家门口 而对方则是问他 不邀请自己进去坐一坐吗 心里还想着 难道这套衣服 他不喜欢吗 朝西朗则是把玩偶放在面前 固执地认为这是个噩梦 金婷云将他的衣服拉上了 并且嘱咐他 别受凉 朝西朗捏了捏他的脸 难道这不是做梦 金婷云表示自己是真人 如果朝西朗继续诱惑他的话 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 朝西朗急忙跑去换衣服了 没想到他在家的样子那么可爱 朝西朗躲在洗漱间 这一下不能见人了 金婷云招呼他来吃早餐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刚想说出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就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金婷云穿着围裙在做早餐 朝西朗表示 现在的他太可爱了 随后看见他手上的伤口 立马就要去拿窗壳贴 伤口不及时处理的话会发炎的 金婷云表示用他的口水就行 不然就不处理了 大不了截肢 朝西朗拉住了他 将嘴慢慢靠近他的手指 最后舔了舔他的伤口 齐悦的房子内 他正在洗澡 昨天貌似有些过分了 现在不是在军中 不会有人故意打扮成这样来迷惑他 而他只是一个攒学费的可怜人 没必要去为难他 随后洗完出去 没想到表弟在门口等着他 手里还拿着换洗的衣服 齐悦有些疑惑 没想到 小表弟拿着自己的衣服 正在外面等他 等他洗完澡之后 就把衣服洗了 齐悦表示不需要 伸手去拿衣服 一闪却被躲了过去 小表弟表示 自己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脚下一滑 摔向地面 衣服洒落 但他却没有接触地面的感觉 原来是齐悦在他身下 赶忙起身 询问齐悦有没有受伤 此时大裤衩飘落在他头上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齐悦表示 衣服自己可以洗 让他去打扫卫生吧 果然 眼前这个人和他的故人 根本不一样 突然上班的闹钟响起 心想 现在还上什么班 朝夕朗都去和金亭云约会了 于是直接躺下摆烂 朝夕朗舔完金亭云的伤口后 直接被其抱住了 还问他是不是用的薄荷味的牙膏 朝夕朗疑惑 牙膏不都是薄荷味的吗 随后推开金亭云 饭后二人来到古董展览会 里面的好东西还是挺多的 二人面前出现一个老者 老者看见他们也是急忙弯身迎接 但被朝夕朗拖了起来 表示这里没有什么总裁 只有喜欢古董的人罢了 看向一边的金亭云 没想到他连最基本的尊老爱 又都不记得了 但金亭云却上前 拉住老者的手 表示这是他爷爷 朝夕朗一下就愣住了 老者训斥金亭云 本来还想要给朝夕朗一个惊喜 没想到被提前抖了出来 随后老者向朝夕朗打招呼 并开始介绍自己 他叫金如爷 是金亭云的爷爷 朝夕朗有些好奇的 是亲爷爷吗 金如爷表示是的 但怎么看 这俩人都不像啊 一个热情和蔼慈祥 另一个腹黑霸道僵尸脸 随后 金如也带领二人去看他的珍藏 那可都是存世几百年的好东西 朝夕朗此时反应过来 原来是早有预谋啊 金亭云早就猜到了 他对古董感兴趣 随后 劝他别生气 是爷爷不让自己说的 他老人家 是第一次见自家孙子 带人一起走 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老人在前面走着走着咳嗽了一下 二人也回过神来 随后老人告诉他们 一会儿有个古董拍卖会 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让二人陪他去看看 转眼三人来到现场 这个拍卖会 每年都会举办 也会出现一些绝技的东西 眼力好的 可是能够捡到漏 此时 台上已经拍卖到了第十三件 万历年间 极品青花瓷 起拍价一百万 老人刚要举牌子 没想到 被朝夕朗夺了过去 直接喊出二百万 紧跟着有人喊出二百五十万 朝夕朗才大气粗地 直接喊四百万 就在全场以为四百万最高时 一位戴着眼罩的男子 突然喊出五百万的高价 金婷云看出 此人在故意抬价 表示五百万 已经超出了这个 青花瓷的价值了 二人回头看了看 都不认识此人 面罩男微笑着品尝红酒 心想 不知道 他们还敢不敢继续报价 朝夕朗没想到 经典的拍卖会挑衅桥段 自己居然会碰到 但不好意思了 自己除了帅 而且还有钱 直接喊出一千万的天价 文言面罩男气地 摔碎了手中的酒杯 最终也没人和朝夕朗竞价了 面罩男静止来到他们面前 质问他们 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不给他面子 金婷云毫不客气地开口 让他滚 朝夕朗也表示 不跟不要脸的人说话 面罩男十分生气 当即询问二人的名字 朝夕朗内心有些好奇 这人到底有多愁 才不敢露脸 随后 拉住金婷云离开 临走时告诉那人 自己是金氏集团的金婷云 过了一会 二人走到爷爷那 金婷云有些高兴 没想到甩锅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 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主动 朝夕朗想将拍卖得到的青花词 送给爷爷 但被拒绝了 心想这可是一千万啊 朝夕朗表示 这是见面礼 希望他不要推脱 爷爷笑着收下了 并邀请他 下个月去他们家参加聚会 朝夕朗欣然同意 二人离开展览会后 金婷云告诉他 自己的爷爷很喜欢他 朝夕朗表示自己人见人爱 随后问他 老人最后邀请他去的聚会 是不是大型聚会 金婷云告诉他不是 那只是他们一家人的聚会 朝夕朗有些遗憾 随后问他 是不是跟爷爷说了什么 金婷云直接搂住他 并直说 想要朝夕朗成为他的家人 朝夕朗突然推开金婷云 表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玩偶 不要打着为他好的名义 来替他决定事情 之前擅自说男朋友的事 还有这次见家长也是 金婷云解释 自己只是想告诉他 他的家人都很喜欢他 目前他俩之间的阻碍就是 朝夕朗还没有爱上他 朝夕朗转身就走 心想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朝夕朗生气地在前面走 金婷云在后面一直跟着 自己停下他就停下 朝夕朗无奈地表示 想跟就跟着吧 此时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苏木一正被两名罪汉拦住 想让他过去陪酒 甚至还有要动手的趋势 金婷云看不下去了 直接走过去 伸手就是一拳 直接打到罪汉的脸上 而苏木一看着金婷云的脸 心想这次他又救了自己 其实自己有一句话 一直想对他说 多亏了那天金婷云跟他说的话 他才知道梦是会醒的 随后笑着对他说 追人一直用柔情政策是不行的 朝夕朗看着他俩一脸疑惑 这俩人什么时候又好上了 难道一切都回到剧情了 随后上前询问二人在做什么 苏木一说 金婷云帮了他那么大的忙 自己也没有什么能不给他的 只能以身相许了 朝夕朗挡在金婷云的面前 告诉他不能这样做 苏木一问他为什么 朝夕朗想了半天 最后直接说金婷云是他的人 金婷云从后面搂住朝夕朗 没办法 只能辜负他了 苏木一眼看奸计已成 随后转身离开 还不忘告诉二人 需要打掩护 记得找他 朝夕朗回想过来 自己刚刚都说了什么啊 金婷云看着朝夕朗 说他刚刚吃醋的样子 真可爱 朝夕朗却说 自己没有吃醋 难道真的要承认自己是个鸡老吗 随后 想要和金婷云解释这件事情 没想到 对方直接抓住他的手 表示这次不会再放他逃跑了 随后摸了摸朝夕朗的脸庞 朝夕朗也有些生气 他告诉金婷云 自己每次离开 不是怕他 而是怕他尴尬 金婷云表示自己 答应他的所有要求 然后抓住他的衣领一转 趴在他的耳边告诉他 自己只允许他偶尔强硬一次 朝夕朗正脱开 随后二人开车回家 路上朝夕朗 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 自己的行为很反常 不会真的喜欢上了金婷云吧 随后他问金婷云 为什么喜欢自己 对方说是一见钟情 不过相处了那么久 还是更喜欢朝夕朗的性格 朝夕朗也疑惑起来 难不成他是真心的吗 不知不觉 到了别墅楼下 朝夕朗刚要回家 金婷云就指了指自己的脸 对他说 是不是还缺了什么 朝夕朗直接坦白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他现在没办法 真正接受金婷云 但还是会考虑的 金婷云也同意 冲动是魔鬼 怎么能因为一时心动 就许诺呢 浑然不知 术后的齐悦 看完了整个过程 朝夕朗听到后面有动静 没想到 那人直接捂住他的嘴 将他拖进了草丛 原来是齐悦 差点吓死他 齐悦本来想要走正门进来 但保安让他证明自己的身份 只好翻墙进来了 朝夕朗汗颜 让他下次带上身份证 不然进局子了 自己可不会保他 齐悦表示不可能 朝夕朗是对他最好的人 他看人很准 能够看出 朝夕朗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 朝夕朗也有些害羞了 怎么还突然煽情了 然后问齐悦找他 有什么事 齐悦也将事情告诉他 原来是小颜的事情 朝夕朗问齐悦 是不是欺负人家了 但齐悦却只是想让朝夕朗 把他弄走 不要再跟着他了 朝夕朗问他 是不是小颜做得不够好 齐悦告诉他 做得很好 甚至偷偷努力 为了让他满意 朝夕朗问是不是太恭敬了 让他不适应 但年轻人总要给他机会 齐悦想起了往事 自己跪在那人的面前 那人对自己说 我给你一个机会 思绪被朝夕朗打断了 齐悦也同意了 那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朝夕朗想走的时候 被齐悦拉住了 问他有没有跟金婷云确定关系 朝夕朗说只是待定 没想到他居然喜欢这样的 朝夕朗表示自己 现在还没和他在一起 齐悦劝他好好想想 是自己原来世界的人重要 还是这个世界的人重要 朝夕朗表示 现在这已经不是一本书了 而是一个世界 小张齐悦和金婷云 对他都很重要 但人总是要做出选择的 系统突然出现 提醒他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他找到了 让世界变稳定的方法 那就是 朝夕朗和金婷云成为一对 朝夕朗立刻拒绝了 他拒绝卖身 系统满头问号 他是不是想多了 随后跟他解释 他只需要和金婷云一起 将原住里出现的人物 都接触一遍 随后问他 是不是真的动心了 想和金婷云在一起 但被朝夕朗一巴掌拍飞 怎么可能 系统将原住放下了 直接消失了 他现在不需要纠结了 现在只需要把原住里的 所有人都牵扯到一起 就能维持这个世界的稳定性 回到家 就一直在看原住 没想到金婷云是这样的人 这时电话响起 是金婷云打来的 接通电话问他怎么了 而金婷云直接截屏 表示自己想男朋友了 直接被朝夕朗反驳回去 他可是个直男 大蘑菇的吸引力 可比不上肉包子 他喜欢的是妹子 说完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直接将手机扔到一边 但想了一下 是不是要安慰一下他 此时门外传来 外卖小哥的声音 朝夕朗有些好奇 自己没点外卖啊 拿到后放在桌子上 有些好奇 里面会是什么 没想到是两个包子 还有个纸条 一看就是金婷云给买的 第二天 朝夕朗去上班的路上 听到员工在八卦 却听到了一些 不可描述的东西 随后走近一看 齐悦和小妍二人 不知道在一起做什么 自是甚至有些暧昧 立刻上前 询问二人在做什么 二人看是朝夕朗来了 急忙和他打招呼 朝夕朗问他 是不是在欺负小妍 齐悦急忙解释 他晨跑的时候 小妍要跟他一起跑步 才跑了三公里 就累成这样了 朝夕朗开口 让小妍去吃点东西 恢复下体力 齐悦也表示快去 随后转身就走 要再跑七公里 朝夕朗问小妍 为什么那么开心 小妍表示 刚刚齐悦对他说的话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从昨天到现在 几乎都不理自己 也没对自己笑过 朝夕朗安慰他 齐悦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他就是个闷骚 而且是个话牢 小妍询问 如何才能和他混熟 朝夕朗告诉他 其实 齐悦是面冷心热 只要好好表现 他肯定会慢慢接受的 却不知一旁的齐悦 听得清清楚楚 中午 吃饭时间到了 朝夕朗还在思考吃什么 没想到 金婷云的消息发了过来 现在他在公司楼下 等他一起去吃饭 朝夕朗问他 如果自己不去会怎么样 那就拿个喇叭 在楼下大喊 朝夕朗无奈 只能下楼跟他去吃饭 金婷云突然收到了几条短信 没想到又是那个人 朝夕朗到了楼下 金婷云立刻收起手机 随后走向朝夕朗 趴在他的耳边 索要轻轻 朝夕朗拒绝 现在那么多人 不合适 金婷云在日料店定了位置 但朝夕朗表示不用 这顿饭由他请客 随后带着他 走进了一家小菜馆 金婷云有些疑惑 确定是这里吗 不会是带错路了吧 朝夕朗心想 这里那么简陋 金婷云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 这地方他肯定没来过 随后问金婷云 是不是嫌弃这里 对方半天没说出来话 朝夕朗见计谋得逞了 金婷云果然嫌弃这个地方 没想到金婷云拉着他 直接去抢位置 他喜欢朝夕朗 就代表他接受他的一切 朝夕朗瞬间脸红了起来 但最后一个位置被别人抢了 金婷云首伸进怀中 让朝夕朗别慌 然后掏出手机 直接投进纸巾盒里 随后对桌子前的二人道歉 表示这个桌子 是他们先站下了 朝夕朗没想到 居然还可以这样 随后坐下开始点菜 刚才的二人认出了他们 急忙拿出手机拍照 还想要发到短视频网站上 但朝夕朗连忙挥手不让 他认为二人没必要那么快公布 但他没想到的是 二人的事情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朝夕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更不知道幕后黑手 其实是金婷云 二人吃完饭再闲逛 朝夕朗手里拿了一个糖葫芦 他刚想问金婷云喜欢什么 就被打断了 金婷云告诉他 越是了解朝夕朗 就越是喜欢他 想要了解他更多 不仅仅是外在 还有内在 朝夕朗拿起糖葫芦 赶忙堵住了他的嘴 虽然好吃 但还无法满足金婷云 对着朝夕朗就亲了上去 却不知 这个画面被人拍了下来 随后 照片就被送到一个女人的手里 另一边 小夏拿着飞镖 正在扎朝夕朗照片 突然 他哥走进了房间 表示看上了就直接动手 但小夏却不赞同这个做法 说金婷云与别人不一样 他哥哥看完照片后 决定带着自己的妹妹 去会一会朝夕朗 系统提示 朝夕朗任务完成 让他带着这一亿奖金 回到原来的世界去吧 对方开心不已 正在这时 一名女子朝他走了过来 没想到 竟是戴着假发的金婷云 朝夕朗觉得自己 一定是在做梦 太可怕了 金婷云提起自己的身材 便从胸口拿出一个包子 朝夕朗随后从梦中醒来 心想着 刚才太危险了 还好自己只是做了个梦 紧接着 手机突然响了 对方询问他 睡了没 出去喝酒露串吗 朝夕朗爽快答应 心想着 肯定要去 梦到那种东西 谁还睡觉啊 二人来到烧烤摊 朝夕朗询问对方 是因为什么睡不着 对方回答 是因为颜如玉 他从昨天开始 就跟自己保持距离 齐悦拿起啤酒 一饮而尽 觉得他迟早会进化成蜘蛛侠 朝夕朗心疼他 也心疼自己 他们哥俩命苦 来到这陌生的世界 还要应付一些奇怪的家伙 忽然一个姑娘 从车上下来 是他的菜 没想到 齐悦一直盯着他看 自己对他没兴趣 对方表示 之前就老是听他谈起 军营里两两成队的事情 他不会也喜欢男人吧 对方刚想回答 突然感到一股杀气 紧接着 姑娘带着众人 来到他们面前 朝夕朗站起身 询问对方 没人告诉他 晚上很危险吗 还是说看他们吃烧口 没人伺候 特意给他们包算来了 狐狸精 果然不要脸 准备让手下教训他 齐悦觉得 是送上门的肉包 正好自己今天心情不爽 金提云觉得 朝夕朗这个点 应该睡了吧 今天又没能说晚安 正在这时 电话响了 对方说不好了 之前那个三个亿的大项目 出了问题 金提云赶忙让所有高层 立即参加会议 这个项目投入了 公司大部分流动资金 绝对不能出差错 秘书前来汇报情况 对方让他闭嘴 等自己处理完这部分再说 另一边的齐悦 把众人打倒在地 随后看向了一旁的小夏 对方说他可是女孩子 齐悦表示不打脸 朝夕朗说他牛皮 简直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打手 小夏表示 他哥再不出来的话 自己就要被打死了 随后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 让妹妹放心 每次都是惹祸了 才知道叫我 紧接着便说 他和朝夕朗又见面了 对方听后一脸猛 他们兄妹怎么都喜欢 说自己听不懂的话 齐悦让他后退 对方的身上有血气 朝夕朗瞬间瞄懂 觉得对方杀过人 心想着 这不是和谐的总裁小说吗 怎么会出现这种家伙 对方走了过来 夸赞齐悦 是一个忠心的骑士 还说出了 他喜欢自己老板的事 紧接着便抽出刀子 直接一下滑在齐悦身上 不曾想 对方直接轻轻一推 刀子居然伤到了自己 朝夕朗觉得 他的眼睛有点眼熟 突然想起来 他就是 那天在拍卖会上的那个家伙 对方说他不错 想不到每次见到他 都能碰到一些有趣的事 还说齐悦很强 总有一天 自己会把他俩 都变成自己的收藏品 朝夕朗听到收藏品被震惊了 小夏觉得他是害怕了 话还没说完 对方却说 笑死自己了 一边嘲讽一边说 自己真的好怕 自己看他俩 长得也人高马大 五大三粗的 又不是还没断奶 怎么就说出这种中二的话 对方 让他别太过分 齐悦表示自己不介意再打一场 朝夕朗觉得自己虽然不强 但拿个凳子助攻 还是可以的 对方拉着妹妹离开 朝夕朗觉得都什么年代了 还扮演成黑社会的样子 齐悦觉得那两人不简单 让他小心一点 还说这几天自己都会跟着他 下一秒他的伤口开始冒险 朝夕朗直接单膝跪在他面前 想帮他看看伤口 金婷云把项目挽救了回来 扭头发现秘书还在旁边站着 紧接着询问他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对方汇报起朝总的事 表示他被持继堵住了 不过他那个身手不错的保镖在身边 而且 金总吩咐过 让他们不要暴露 所以他们没有出手 金总听到持继的名字愣了一下 心想着 难道他对自己的公司出手 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吗 随后便要来了对方的地址 然后开车去找他 一路上都开超速了 朝夕朗正在搀扶齐悦 在马路上走着 突然 金总来到这里 上前一把抱住了朝夕朗 随后走到齐悦的面前 说他拔廊保护得很好 自己会给他发奖金 准备先送他去医院 对方却说不用 他是自己老板 自己保护他 跟金总一点关系都没有 随后便向老板要车钥匙 伤口自己回去处理 还说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 可以对自己负责 金总让朝夕朗别担心 刚刚自己也瞥了一眼他的伤口 血流的不多 上药以后休息几天 应该就没事了 对方表示他知道 自己也检查过了 要不绝对不放心 他就这样回去 金总说他也受伤了 对方赶忙想查看他的伤口 没想到 金总却说是心受伤了 需要轻轻才能好 紧接着亲吻了对方的手 说他最近遇到的危险太多了 自己不放心他 齐悦虽然很强 但是他也会受伤 对方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但自己总不能一直不出门吧 金总说他有办法 可以让他更安全 也不会麻烦齐悦 没想到居然是让昭西朗搬到他家里去 昭西朗感到不可思议 金总觉得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这样那样 对方听后一拳打在他的头上 还说他龌龊 金总问他想到哪去了 自己的意思是 这样自己可以保护他 昭西朗说他果然是变态 不过还是要谢谢他 知道自己有危险就立即过来 对方说自己怕他出事 池悦这个人不好对付 他这个人平时就喜欢跟自己作对 只是这次没想到 他对公司出手是为了拖住自己 真实目的是对付昭西朗 对方觉得听起来他跟他认识很久了 金总默不作声 昭西朗心想着这是他第一次犹豫 池悦这个人很重要吗 紧接着又问他妹妹是怎么回事 居然说自己是狐狸精 金总趴在他的耳朵旁 让他猜 昭西朗觉得是前女友 而且还说前女友就前女友吧 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金总说自己和他接过文 对方听后气愤地捶他的胸口 金总说自己是骗他的 自己只亲过他 也只会亲他 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 还说对方明明那么在乎自己 为什么嘴上总是不承认呢 随后一口亲在对方脸上 昭西朗嫌弃他不刮胡子 金总向他许诺 作为赔罪 过几天给他一个惊喜 不过要先保密 随后二人准备去查看齐悦的伤势 昭西朗说出来的目的 自己是可怜他受了伤 打算给他做个按摩 现在看他的精神那么好 自己也就放心了 不过还是有件事一直想问 他伤的位置有点微妙 要是伤口再深一点 是不是就伤到甚了 到时候会不会影响那方面的能力 对方听后一脸无语 这时的严如玉来送东西 走到门口听到二人谈话 误解了他们的意思 严如玉打断二人 随后直接转身走了 昭西朗觉得 被子肯定是小颜拿给齐悦的 他还挺关心他的吗 天黑了 他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自己去送送他 这倒霉孩子 怎么做事一生不响的 齐悦突然拉住他 询问他是老好人吗 怎么每个人都那么关心 对方说他和小颜 都是自己的公司员工 老板关心下属很正常 不过他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齐悦询问他 怎么不一样 昭西朗说他 还是自己的好兄弟 对方说 小颜名义上是自己的下属 自己去带他回家 心想着 明知道这个人是笨蛋 跟他较劲 有什么意思 齐悦找到了在门口哭泣的小颜 让他男儿有泪不轻弹 对方拿出手帕擦泪 没想到 齐悦一眼就看出了手帕的主人 随即询问 他手帕是哪来的 让他快告诉自己 昭西朗回到别墅前 心想着从公司后门离开 兴迟的 应该找不到自己 突然看到有人在搬家 随后 觉得算了 反正跟自己也没关系 刚打开门系统 就扑到他脸上 随后一把将他甩了出去 对方说 他这次是真的出事了 自己查到世界变化的原因 是人为破坏 而且 那个家伙就隐藏在这个世界里 昭西朗觉得自己这个 世界守护者很危险 二人看向窗外 昭西朗询问 保护系统好了吗 系统突然消失 昭西朗在自己家里埋伏 没想到 小偷居然是金总 随后 对方从墙上掉了下来 直接砸到了昭西朗的身上 金婷云询问对方 没事吧 昭西朗表示 这点重量 还压不坏自己 随后询问他 怎么大半夜当起小偷 对方说他不是小偷 昭西朗才是小偷 后者询问他 偷什么了 金婷云表示 他偷了自己的心 他不愿同居 但自己又怕他出事 所以 搬到他隔壁了 自己不是说 要给他个惊喜吗 其实就是明早 陪他一起上班 但是自己又怕 错过他上班的时间 就想着爬到墙上看看 昭西朗说 距离天亮 可还有五个小时啊 他就打算 一直在墙头看着呀 而且 明天可是星期六 不上班 对方听后一愣 昭西朗嘲笑他 想不到一向稳重的金总 也会做这种事 传出去 他的人设就崩塌了 对方抚摸着他的头 还说大概恋爱中的人 都会变成傻瓜 他那么看着自己 是要邀请自己 留下来过夜吗 昭西朗让他赶紧回他家去 从大门离开 齐悦询问 小颜的手帕哪来的 对方说是自己做的 他看着手帕 陷入沉思 随即表示 对方不配用这块手帕 小颜觉得对方平时冷淡 但自己能察觉到 他心事好的 但自己没想到 他居然也是这样的人 还让他放心 过不了几天 自己就走 不会在他面前晃悠了 昭西朗正在休息 没想到 金婷云又来了 对方让他别担心 自己今天带了梯子 并给他带来了午饭 对方询问他 有门在 为什么偏偏要爬墙 金婷云想着 他不是不愿意 他俩的事情传出去吗 要是自己天天等在门口 舆论得传成什么样子 要不自己在院子墙边 安个门 以后直接进来 对方觉得 以他的性格 估计拦着他 他也会天天爬墙过来 于是便答应了他 二人一起吃饭 金婷云给昭西朗加菜 还说浪费粮食可不好 随即一口亲了上去 昭西朗吃过饭之后 一直在想刚才的事 金婷云觉得 对方这样陪着自己 很无聊吧 有些事情 必须尽快搞定 昭西朗说 他只是在观赏珍稀动物 他可是霸道总裁小说中 为数不多 努力工作的男主 询问他 昨晚也工作到半夜吧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方觉得没什么 最近事情比较多 实际给项目下套的事情 由自己来解决 昭西朗觉得 以金婷云这种工作强度 大概过几年 就会变成地中海吧 对方看着他发笑 随后走了过去 心想 幸好没有因为他的长相和传言 而错过他 对方让他放心 即使金婷云变成地中海 也是里面最帅的那个 对方询问 他知道什么是浪漫吗 随后想拉他出去约会 昭西朗不想去 觉得两个大男人 还学人家小情侣 金婷云让他陪自己散散心 最近工作太累了 对方询问他 要去哪里 没想到 居然是游乐场 昭西朗让他等一下 心想着 齐悦来这个世界那么久 自己还没带他逛过 游乐场这种现代的东西 他肯定没玩过吧 对方询问 他想什么呢 昭西朗说出齐悦的名字 金婷云脸色一变 随后直接压在对方身上 对方向他解释 人家齐悦救了自己那么多次 作为感谢 请他出去玩一次 很正常吧 金婷云觉得他说的对 正好借这个机会 告诉那家伙 他是自己的 不过当着自己的面 像其他男人 依然要惩罚 齐悦正在家里纳闷 突然电话响了起来 齐悦询问 昭西朗有事吗 对方表示 没事就不能给他打电话了吗 随后问他 明天有空没 正在这时 金婷云轻到了他的脸上 齐悦询问他怎么了 对方说他被虫子咬了一口 明天一起去游乐场 可以把小妍也叫上 具体地址 自己等会发给他 紧接着把脖子掀开 说这些都是金婷云的杰作 让人看见了 怎么解释 对方也觉得 确实不太好解释 再制造一些 直接不解释就行了 齐悦觉得算了 反正没去过 去看看也好 而且 这也是个机会 随即敲开了小妍的门 说起了明天去游乐场的事 小妍表示自己就不去了 自己会跟他请假的 没其他事 自己就休息了 对方让他等一下 随后拿出了手帕 对方说他不是故意的 只是想起了一个故人 身体不舒服 就先休息吧 有什么事就跟自己说吧 对方让他明天帮他带一份蛋包 齐悦心想着 果然使用着相同的手帕 长着相同的脸 他们也是不同的人 这本来就不是原来的事件 也许自己也该大胆的 去抓住一些想要的东西 二人来到游乐场 朝夕朗询问齐悦怎么还没来 不会是迷路了吧 金婷云觉得这个点不好打车 况且他们也找到了差不多半小时 人群中一眼认出来了迟迹 金婷云准备去上个厕所 让朝夕朗在原地等他 即使买东西 也要去人多的地方 以防发生意外 金婷云找到了迟迹 说他在跟踪自己 对方说自己也想来游乐园 随后金婷云抓住他的脖领 还警告他离自己的人缘点 对方询问他怎么了 他也查到那些有趣的东西了吗 自己对他拥有的东西 可是羡慕得很 区区一个男人 送给自己如何 随后叫了他一声哥哥 金婷云让池记滚开 正巧这时朝夕朗回来了 池记说 上次不小心自己伤了他的人 这是自己的补偿 齐悦不想要 朝夕朗却说要啊 为什么不要 这是他应得的 池记说 这家伙脾气差 长得还那么劣质 他究竟看上他哪点了 放弃他考虑自己怎么样 朝夕朗直接无视他 随后询问金婷云那家伙怎么回事 对方说 他估计是来跟踪他们的 齐悦准备去 把他赶走 对方觉得算了 游乐场又不是他们开的 金婷云可以马上让他变成他们的 对方让他停 他们只是出来玩的 别显摆 随后询问他们 晚点什么 众人全都不知道 朝夕朗准备先去试试鬼屋 结果大家都不想去 朝夕朗不理解 怎么都没兴趣 听说挺有趣的呀 难道他们怕鬼 挠补了一波之后 更加坚定了去鬼屋的决心 众人来到鬼屋 心想着鬼屋确实可怕 然而自己猜中了开头 却没猜中结尾 询问工作人员是怎么做到 悬浮在半空并且快速滑行的 只是绳索不够吧 这时实际说 只有他俩是正常人 没想到 对方直接无视他 随后一把抓住了朝夕朗 说他是第一个 敢这样无视自己的人 对方让他放手 询问他想干嘛 这次 他可没有小弟帮他打架 对方说他的技巧 比今天云好多了 朝夕朗心想着他 不会是想亲我吧 朝夕朗觉得 对方力气太大了 心想着 以这家伙恶劣的性格 说不定就是等着自己闹起来 然后趁机诋毁自己 越想越可怕 随后 让他赶紧停下 对方嘴里的臭气 喷到自己脸上了 询问他 是不是好几天没刷牙了 不过也可能是上火 还是有先天疾病 对方听后 气愤不已 随后突然觉得 原来这就是 他喜欢他的理由 朝夕朗心想着 他什么时候 跟金亭云那么熟了 至于喜欢的理由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自己 聪明之心又帅气了 紧接着找到金亭云 觉得鬼屋还挺无聊 换个地方吧 实际这条小尾巴 太讨厌了 他们先甩掉他 要是他对鬼屋感兴趣 下次自己再陪他来 随即说出了他的计划 对方欣然同意 紧接着 金亭云拉着他就走 只剩下齐悦 心想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自己却不能有性命 齐悦询问迟记在干嘛 对方说他放歌 怎么了 被戳中了内心 恼羞成怒了吗 要不要自己帮他 对方说 没必要 比起金亭云 自己更厌恶他 只留下后者一人在原地 想不到居然看走眼了 这家伙 可比朝西朗有趣 似乎可以用一用 朝西朗准备接下来玩过山车 实际一脸惶恐 二人拉着他 准备一起玩 众人一起坐上过山车 玩事之后 实际都玩兔了 朝西朗还在一旁嘲讽他 随后询问二人 这同款表情是商量好的吗 还说他们是夫妻相 紧接着把他们的手拉住 说他俩都是自己的朋友 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以前有什么不愉快的 都放下行不行 迟记说 他是在做春秋大梦 金亭云喜欢他自己 就不说了 齐悦也不单纯 朝西朗询问迟记 刚才想说什么 对方觉得 像齐悦这种 习惯单独行动的家伙 肯定不会把他当朋友 对方说那时 他不懂他俩之间的感情 金亭云询问朝西朗 他们接下来去呢 对方想再玩一遍过山车 突然扭头看到一个小熊人偶 让众人等他一下 齐悦让实际管好自己的嘴 不然别怪自己不客气 对方觉得他身上好重的杀气 看来自己看走眼了 询问对方 杀过人吧 对方表示 你觉得呢 朝西朗也是心大 居然能留这么危险的人在他身边 算了 他的答案也一样吧 自己还是挺羡慕他的 金亭云询问朝西朗 买了什么那么高兴 对方让他低头 给他戴上了一个发箍 对方随后亲吻在他额头上 一旁的齐悦一脸无语 没想到朝西朗也给他买了一个 对方却不戴 还说小孩子的玩具 不适合自己 今天也玩得差不多了 自己答应给严玉成带东西 先回去了 朝西朗觉得 还有好几个项目没完呢 对方说下次吧 祝他们玩得开心 迟记也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事 也先走了 朝西朗一脸猛 觉得是自己选的东西幼稚 金亭云觉得不会 可能是他们不喜欢游乐场 对方觉得也是 好像他更喜欢运动 等他伤好了 在一起去海边 突然想起了旁边的小熊玩偶 觉得这股气息怎么那么熟悉 紧接着把对方的头套打掉了 朝西朗偶遇小张 询问他怎么在这 对方说他兼职 朝西朗让他先把手机藏起来 再说这句话 比较值得信任 让他别跟着自己 不然扣他薪水 金亭云询问他渴了吧 前面有小卖布 朝西朗打开一拉罐 还把还送给对方 金亭云看了一眼 说是可回收垃圾 对方说他答对了 想起小时候 跟小女生玩过家家 就是用这东西充当戒指 紧接着挑起对方的下巴 还说他就是自己的人了 对方直接说自己的一切都归他 可要保护好 别把自己弄丢了 这可是他说的 这辈子自己跟定他了 随后又说不逗他了 一起去坐摩天轮吧 时间来到晚上 朝西朗看到烟花开心不已 金亭云从背后搂住他 询问他喜欢吗 对方询问是他安排的吗 金亭云表示 他们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准备好跟自己一起走到老了吗 齐悦回到了家里 刚关上门准备吃蛋糕 突然有人敲门 没想到是迟记和他妹妹 赶忙询问他们 想做什么 迟记不解对方 为何这么冷淡 自己可是 一直站在他这边的 齐悦表示自己说过 他并不需要 迟记的妹妹 觉得他真是眼瞎 居然因为朝西朗那种家伙 针对自己哥哥 齐悦劝小夏 掂量掂量 自己再出头 对方反驳 他凶什么凶 朝西朗会看上 金亭云那种 本来就是眼睛瞎 他看上朝西朗 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对方突然说他 好像也喜欢金亭云吧 小夏气急败坏 觉得自己也眼瞎又怎么样 谁知道 他是自己哥哥的敌人 齐悦让他们说完就走 小夏抱起他哥哥 就朝对方砸去 迟记站起身说 都是意外 他们来找他 真的有证实 对方准备给他们五分钟 解释清楚 他们来找自己的原因 迟记说他妹妹天生神力 一生气 力气就控制不住 也找了不少老师 但没什么用 之前跟他过招的时候 发现他控制力道的方法很巧妙 想让他拜对方为师 对方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还把门都关上了 迟记拿对方的秘密要挟他 齐悦突然开门 最多自己只能待他一个月 能不能领悟是他的事 小夏赶忙拜师 迟记 趴在齐悦的耳边 表示 虽然他们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但自己道歉了 以后 他们就是朋友了 而且 如果他想追招西朗 自己可以帮忙 对方直接拒绝 解释到招西朗跟金婷芸在一起 挺好的 迟记说 金总特别霸道 强迫了招西朗 对方也不知道吧 自己可以帮他调查 另一边的二人回到家 金婷芸邀请对方去他家看看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挺好的 二人来到房间内 招西朗觉得 怎么跟他家装修一模一样 金总说 他特意访得对方的住处弄的 就是希望 有跟他住在一起的感觉 招西朗准备回去 突然被对方抱住 想让他留下来 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招西朗躺在床上 心想着 自己怎么就鬼迷星球 答应留下来了 金婷芸突然出现 让他去洗澡 对方觉得 还是回去洗比较好 没想到 金婷芸直接爬上床 把他搂在怀里 然后抱了起来 表示不用那么麻烦 自己来帮他 招西朗说他自己洗 不一会就洗好了 金婷芸看到他过来 随后把眼镜和书本 放到了一旁 招呼他过来 直接把他搂到怀里 对方说 今天太累了 想睡觉 对方竟直接同意了 还让他放心 自己说过 他不同意不喜欢的事情 自己都不会去做的 对方 让他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没想到他 一直在床上蠕动 对方询问 他在干嘛 招西朗在找一个 舒服的睡姿 金总说 如果他继续冻下去 今晚就别睡了 一起探索一下 生命的奥秘 第二天 小夏询问他的师父 怎么知道自己在这边 对方觉得 听声变味而已 这种小招数 对自己没用 来了就先跑20公里吧 不想跑就回去 对方 让他别小看自己 不就是20公里吗 结果下一秒 就累得气喘吁吁 差点摔倒的时候 突然过来 一位姑娘扶住了他 随后就要邀请 对方跟他回家 自己养他 姑娘说 自己的要求很高的 房子车子 颜值缺一不可 还要帮自己还债 小夏表示自己 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正在这时 师父突然出现 询问他 还想再跑10公里是吧 对方立马道歉 姑娘询问他 从哪弄来的火宝 齐悦表示 是有人扔到门口的 询问对方 是特意来找自己的吗 姑娘说 是招总让他们 去他那里一趟 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自己知道 他每天都晨跑 所以就顺路过来了 齐悦让他 等自己几分钟 洗得早就出来 小夏向姑娘表示 刚才提的要求自己 真的都能满足 姑娘对他也很满意 随后又说了个才怪 紧接着 让他去一边待着去 姐姐忙着呢 随即转身就走了 迟下给他哥哥打电话 让他帮忙查个人 自己心看上的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二人找到朝夕朗 姑娘询问他 大早上的 找他们干嘛呢 对方告诉他 金婷云要送给自己礼物 还要自己带上 亲近信任的人 自己想想 也就他俩了 姑娘询问他 跟金总的好事将近吗 对于自己这个没人 对方准备 下次请他吃饭 让他上次的事情 别往外说 太没面子了 姑娘突然询问 金总那么霸道 朝夕朗是怎么拿下他的 齐悦心里五味杂陈 随后 把朝夕朗拉到一边 询问金婷云 对他是真心的吗 对方不理解 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让他别担心 金婷云那人 他也知道 没什么好不好的 系统需要 就先触着呗 众人来到古董行 金婷云递给朝夕朗一张纸条 没想到是产权转让书 表示只需要再收让方签字 这个古董行 包括里面的藏品 就是他的了 认识那么久 还没有送过他礼物 他不是喜欢古董吗 对方却觉得 那么多宝贝藏品 他肯定答应了他不少条件 金婷云觉得 只要是他喜欢 用他全部的身家去换 也是值得的 感动的话 把自己当作回礼如何 齐悦突然站了起来 解释朝夕朗不愿意 齐悦一拳打了过去 朝夕朗挺身而出挡了下来 随后询问他 没事吧 金婷云一把推开他 让他不用假惺惺 结果不小心碰到了一件古董 然后掉在地上碎了 朝夕朗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店主 还让他们继续吵 自己暂时不想看到他们 还向连姐道歉 按照原来的计划 自己是想让他帮自己管这家店 现在事情一团糟 让他白跑一趟了 对方表示没事 等搞定了告诉自己 当老板 他可愿意了 随后喊着他出去喝几杯 散散心 对方爽快答应 他旗下新开了一家酒吧不错 连姐让二人在他们回来前收拾好 包括两人的关系 惊听云让齐悦聊聊吧 结果二人一直都不说话 后者让他好好对朝夕朗 不然 自己还是会找他算账的 对方觉得他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还让他记住 以后不要在朝夕朗面前吵架 连姐把朝夕朗交给了齐悦 对方准备扶他进房间休息 本会惊听云就来接他 小夏突然冒出来和连姐打招呼 询问他喜欢什么 让他不要那么冷淡 随后给他讲起了 朝夕朗他们三个人的事 齐悦让朝夕朗先休息一下 自己去给他拿块毛巾擦脸 对方突然抱住他 让他留下来陪自己 朝夕朗躺在齐悦的腿上 表示以前就想试试了 这个姿势果然比较舒服 对方心想着 他那么相信自己 自己是不是也有机会 在他心里 究竟是金婷云重要 还是自己重要呢 随后又向他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看上金婷云 对方觉得他自大狂 谁会看上他 但谁让自己魅力无边 男女通杀呢 而且金婷云能为自己改变 对自己也很好 跟他在一起也不算吃亏 齐悦询问他 自己对他来说 究竟算什么 朝夕朗觉得 算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对方询问 他也是吗 正巧被门外的金婷云听见 齐悦突然询问朝夕朗 自己和金婷云他选谁 正在这时 后者突然推门而入 齐悦觉得 酒后土真言 对方是怕听到的答案 不是自己想要的吗 紧接着又追问朝夕朗 但他却睡着了 金婷云准备来照顾他 并告诉对方可以走了 自己会宠他一辈子 齐悦刚走出公司大门 一个男子突然叫住了他 询问对方还在犹豫什么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这可是他最后的机会 大事将成 日后他可没有时间 想这些小情小爱 小妍突然和他打招呼 对方询问他 怎么在这 还让他以后不用特意等自己 小妍表示 刚刚在休息室的对话 自己都听到了 对方听后猛的一惊 询问他想怎么样 跟迟记一样 威胁自己吗 没想到 小妍只是想问他 如果没有朝总 他会接受自己吗 齐悦表示 他们是上下级 小妍平时干得也不错 对方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齐悦把头扭了过去 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对不起 对方热泪盈眶 抓住他的衣领 控诉他 就因为这张脸吗 齐悦询问他 说的是什么 他到底是谁 对方表明自己 就是严玉成啊 他平时总是会看着 自己的脸发呆 难道不是自己的脸 有什么问题吗 紧接着便表示 自己不会再打扰他的生活了 随后二人不花而散 齐悦一边走着 一边心想着 没有人 也没有录音器 但是刚刚那个重鸣 分明就不太对劲 难道是燕家也跟着自己 来到了这个世界吗 第二天早上 朝阳集团门口 天空阴云密布 京婷云让朝夕朗以后 不要喝那么多酒 对身体不好 话还没说完 被对方打断 还嫌他太牢叨 对方抓起他的手 询问他的手怎么这么冰 随后 让他站着别动 都怪自己 最近忙着工作 连这个都没发现 对方觉得 是自己没注意 让京婷云赶快上班去吧 正在这时 小张闻到了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朝夕朗表示 上次游乐园的事 还没跟他算账呢 是不是嫌自己给的工资太高了 小张认识到错了 只要对方拿钱砸自己 一定不反抗 紧接着 有一些重要的文件 需要他来看 朝夕朗让他检查一遍 没什么问题 直接拿给自己签字就好了 就不看了 京婷云准备中午吃黄牛肉 这时 一个姑娘向他打招呼 让他不要那么冷漠 好歹自己也是他的女友 京婷云甩开了他的手 表示这人是他的前女友 姑娘觉得 两人当初分手 是因为自己要出国 可是现在他回来了 准备重新开始这段关系 京婷云表示不可能 自己已经有了心爱的人 姑娘以为他只是玩玩而已 没想到 居然真的上心了 看来自己的准备并不多余 随后安排手下拿过来 紧接着递给对方一张纸条 京婷云看后 一脸惶恐 质问他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姑娘让他别管这些 自己也不要求 他现在就复合 只要陪他参加一个宴会 就把这张纸销毁 京婷云询问 只是一个宴会吗 对方表示当然 京婷云让他最好别耍小星子 他可是知道自己手段的 朝阳集团休息室内 齐悦询问昭西朗 准备好了吗 对方让他来吧 二人正在做按摩 昭西朗大喊着舒服 小张来汇报工作 看到这一幕 让他们二人 以后在公司 不要说那么暧昧的话 昭西朗表示 他们又没什么 小张告诉他 现在羽毛球馆空着 要不要去运动运动 这样对身体也好 对方让他预定场地 小张还有一件重要的 是要告诉他 严玉成已经离职了 他走之前 介绍了一个古董修补师 过两天就到 昭西朗觉得 小颜真是个好孩子 他离职的事 自己知道了 给他加一个月工资 让他好好学习 齐悦帮昭西朗绑好鞋带 起身走向球场 昭西朗喊住了他 他还没有告诉自己 他喜欢的人是谁呢 齐悦愣了一会 随后告诉昭西朗 球场上赢了 自己就说 昭西朗来劲了 一个古代人 居然在现代运动上挑衅他 随后直接进入球场 但昭西朗仿佛不会打羽毛球 比分是0比9 输得非常彻底 齐悦告诉他 以后还有机会 什么时候赢了他 什么时候就说出答案 昭西朗也站了起来 问他喜欢的人 到底是谁啊 是小颜吗 难不成是迟记 齐悦顿时无语 此时手机响了起来 昭西朗拿出手机一看 是惊听云发的消息 中午事情太多 不陪他一起吃饭了 这语气跟红小孩子一样 小张抱着一束花进来了 这是京廷云送的 而且还请全公司的人吃了盒饭 特别的丰富 手机震动 京廷云又发来了消息 问他花有没有收到 让他注意身体 最近天冷 多穿点衣服 昭西朗让小张给他打包两份饭 齐悦没想到 他要去找京廷云 毕竟每次都是来接他 今天就帮他带一次吧 齐悦转身离开 表示自己送他过去 京市集团楼下 此时二人已经到了 昭西朗也不知道 京廷云喜欢吃什么 齐悦表示 只要是他带来的 京廷云估计都喜欢 昭西朗搂住他的肩膀 没想到变成情圣了呀 不过 自己还是好奇 他到底喜欢谁啊 京廷云出来了 昭西朗十分开心 但他却带着一名女子 甚至还是手牵着手出来的 二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二人进入车内 女子临走 还看了看昭西朗 脸上满是不屑 齐悦不明白 京廷云在做什么 想上前询问 但被拦住了 原来中午不在一起吃饭是这个原因 自己一定要把他绑起来 狠狠地抽他 齐悦提醒他 京廷云已经走了 给他发个消息后 直接删除好友 随后拉着齐悦 就要去庆祝单身 却被一个人拦住了 还嘲讽他 不可能抢得过他们老大 昭西朗有些好奇 随后就要试一试 最近学习的跆拳道 没想到 又来了三个人 齐悦感到不对劲 这好像是个阵法 于是就要自己出手 昭西朗想要喊他一起跑路 但齐悦不愿意 并且让昭西朗不要看 随后走向众人 另一边京廷云的车上 二人一句话都不说 突然手机响了 京廷云想要查看 但被女子拦住 一把推开他后 京廷云表示 他们的关系 只维持到宴会结束 女子也开始思考 如何解决昭西朗 另一边 齐悦一脚踢翻最后一个人 战斗结束了 四人都受了点伤 齐悦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昭西朗连连称赞 齐悦有些疑惑 他们用的阵法 是他那个世界的 不会有人跟他一样 是个穿越者吧 昭西朗表示不会的 系统保证过 虽然他有点垃圾 但还是有些可信度的 齐悦安慰昭西朗 别难过 起码现在身边还有他 昭西朗有些好奇 他和金廷云相遇 是不是一个错误 现在他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齐悦有些好奇 为什么又要离开了 昭西朗表示 自己和金廷云在一起 本来就不靠谱 他也只是为了任务而已 现在这样也不错 好聚好散 随手将盒饭丢进垃圾桶 这个世界无聊至极 谁认真 那谁就输了 问齐悦是不是也想回去 毕竟他也有牵挂的人在那边 但齐悦已经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大脑完全被一个人占据 心情也会随着他的喜怒 哀乐起伏 回忆起了二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昭西朗好奇 齐悦为什么这样看着他 下一秒就被齐悦的手摸到 没想到会这样 昭西朗一下呆住了 齐悦表示 自从遇到了他 就感觉这个世界 还是蛮有意思的 昭西朗脸红了起来 嘴角的米粒被擦掉了 随后就喊齐悦去喝酒 京婷云下了车 二人互相搀扶 旁人都羡慕不已 京婷云也明白自己被算计了 果然还是昭西朗可爱啊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拿出手机就要给他发消息 但被女子拦下 这是他第二次想看手机被拦住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打开手机一看 昭西朗给他发的消息 想要解释 却发现好友被删了 女子想直接带京婷云进入宴会 但被一把推开并摔倒在地 随后打电话 让助理派人来接他 并让跟着昭西朗的人联系他 女子坐在地面上 周围的人对他指指点点 他脸色阴沉 突然出现一名男子 将他拉了起来并安慰他 夜晚 京婷云还在等昭西朗的消息 他派去跟着昭西朗的保镖 全被齐悦给甩了 他们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了 看见京婷云这样 他们也开始 相信爱情了 此时下起了雨 二人急忙去车内拿伞 助理上前帮他打伞 并让他先回去休息 等昭西朗来了 再通知他 京婷云只是让他滚 助理还想再说什么 但京婷云 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他就要在这里 等着昭西朗回来 酒吧内 昭西朗已经玩嗨了 直接站到椅子上 开始唱歌 齐悦就在对面看着他 突然手机响了 是京婷云打来的 接通电话后 齐悦就表示 自己之前和他说过 只要他对昭西朗不好的话 自己就会带走他 但京婷云还是不肯罢休 想要见昭西朗一面 却被拒绝了 甚至跪在地上向他道歉 齐悦也有些心软了 看了看眼前的昭西朗 让京婷云换一件干净的衣服 一个小时后会送昭西朗回家 京婷云松了口气 随后向他道谢 不久后 二人走出酒吧 昭西朗还有些犹豫 齐悦在一旁安慰他 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自己都会支持他 昭西朗打开大门走了进去 突然听到一阵音乐声音 是秋日思雨这首曲子 打开书房的门发现 是京婷云在弹钢琴 看到昭西朗来了后 他急忙起身 想要去抚摸昭西朗的脸 但被躲开了 随后表示 这首歌是他想为最爱的人弹的 这一刻终于如愿以偿了 并让昭西朗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昭西朗看着眼前的人 也有些不知所措 昭西朗表示 自己给他一分钟的时间来解释 京婷云全盘拖出 原来是那个女的 有他公司的内部资料 他只是担心 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昭西朗表示自己要走了 没想到 京婷云居然都不知道 他因为什么生气 想要离开时 却突然想起来 这是他家啊 要走的话 也是京婷云走啊 转身想让他离开时 没想到他的脸色不对 随后直接倒在昭西朗的怀里 摸了摸额头 应该是刚才灵与灵的 京婷云还在劝昭西朗别走 随后被抱进卧室里 给京婷云盖好被子后 就去拿退烧药 但是被京婷云拉住了 他还在不停地道歉 表示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一个女人接近他 时间回到昭西朗和齐悦喝酒的时候 齐悦还在给昭西朗解释 但对方也懂 这种小三故意制造的误会 用来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肯定看得懂 他生气的是 京婷云也不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 而且还欺骗他 这就是不信任他 一巴掌拍向大腿 但是拍的不是自己的 齐悦让他别喝了 现在回去 跟京婷云说清楚 昭西朗没有接受 直接跟齐悦坦白 自己最讨厌的 就是被欺骗了 以后有什么事的话 就直接告诉他 屋外 齐悦一个人在雨中等待 最后 他选择的人还是京婷云 随后一个身影出现 他嘲讽齐悦 在这里当望夫时 然后告诉他 一直板着脸 难怪抢不过京婷云 随后表示 自己已经放弃昭西朗了 现在是来挖墙脚的 他想让齐悦 抛弃昭西朗来跟着他 齐悦将持继的手挡开 表示他的提议不怎么样 齐悦说自己冒着雨过来 只是想修缮一下关系 不用马上给答复 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 他的路子确实很广 齐悦觉得 那件事或许可以拜托他 齐悦看出了他的心思 询问是不是跟朝夕郎有关 对方让他帮忙查一个人 那人叫严玉成 是个大学生 齐悦贴近齐悦的脸 答应帮他查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想要他本人的所有信息 齐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立刻跟他保持距离 实际没想到 对方这么决绝 赶忙拦住他 表示要换一个 他能做到的条件 朝夕郎的房间里 生病的京婷云 正躺在床上 朝夕郎想要帮他换一件衣服 刚解开第一个扭扣 对方就醒不来了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嘴里还呼唤着他的名字 朝总看对方醒了 就让他起来换衣服 现在还穿这身病情会加重的 没想到京婷云坐起身来 抚摸着朝夕郎的脸 越贴越近 朝总立刻把他按回了床上 再嘚瑟还得着凉 他问朝夕郎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朝总气不打一处来 梦里的他 能有这么帅吗 紧接着又让朝总离他远点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 嫌我阻碍你跟妹子约会了 对方可怜兮兮地说 如果离得太近 他会克制不住 想去抱朝夕郎 这样会把病传染给他 朝总气呼呼地转头离开 表示 让他自生自灭算了 走到门口时停住了 叮嘱了一下金亭云 不要忘记吃药 给他订的小米粥 也别忘记吃 一副傲娇的样子 细心的照顾 让对方心里暖暖的 到了第二天早晨 齐悦问朝夕郎 是不是打算原谅金亭云 朝总觉得 还是等他病好了再说 毕竟对方这次生病 也有自己的原因 倒是他这个保镖 一身酒气 不知道昨晚干嘛去了 他只能说是跟一个 讨厌的家伙喝了点酒 朝夕郎好奇是谁 齐悦想到 昨天那人讨厌的样子 顿时有点来气 表示是谁不重要 敏锐的朝总 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让他老实交代 是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 对方赶忙否认 这时 张秘书敲门 他把小颜介绍的 古董修补师带来了 这人一头干练的紫色短发 是个看起来 有些阴沉的大叔 朝总赶忙上前握手 称呼对方大师 大叔表示 他不是什么大师 就叫他老颜就行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 朝总尊敬地叫他阎叔 老颜最擅长的 就是修补东西 在他们村里 谁家东西坏了 都得找他帮忙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小瓶黄色液体 并说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朝夕郎好奇 瓶子里的液体是什么 齐悦抢先告诉他 这是树枝 说吧走上前去 抓住老颜的腕子 质问他到底和颜育成 有什么目的 对方一时间哑口无言 朝夕郎不明所以 斥责齐悦吓到颜叔了 并让他跟对方道歉 齐悦偷偷告诉赵总 在他们世界 有个影视家族 叫燕家 而燕家修补古董的秘方 就是树枝 他怀疑 有人跟着他过来了 朝夕郎让他别疑神疑鬼 系统分明保证过 这个世界 就他们两个外来者 随即推着他过去 跟老颜道歉 齐悦无奈只能答应 朝夕郎感叹 当老板真不容易 张秘书贴心地过来安慰他 并递上一份文件 让他签字 赵总许诺 下个月一定给他涨工资 拿着文件的赵总 有些犹豫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少了点什么 小张立刻表示他知道 少了零食 枸杞茶 眼镜和护眼贴 经过提醒赵总 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桌子 还真是 平时这些东西 都是金婷云让人准备的 张秘书觉得 老板就是少了个金总 他临走之前 还为那个男人打抱不平 试图劝和二人 赵西朗心里有些动摇 原来金总平时 为他做了这么多 但是自己接近金婷云 完全是为了任务 等系统修复以后 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 他打算趁这个时候 忘掉金婷云 齐悦把老颜带到休息室 再一次对刚才的行为 表达歉意 让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老颜一副和善老实的样子 说自己早就被置一贯了 没关系的 谁知回过头 就恢复了那张 奸宁阴沉的老脸 齐悦心里暗自琢磨 先是严玉成 接着是懂得军阵的那四个家伙 最后是这个所谓的严书 不管这些人有什么阴谋 他都一定不会让赵总受到伤害 齐悦掏出手机 拨通了池记的电话 询问之前 拜托他的事情 有眉目了吗 池记表示 哪有这么快 他此时正在赵总公司楼下 并给他们带来一个巨大的木柜 要四个人才抬得动 招齐二人都很不解 这个家伙想一出是一出 实际却说 这是给他们的礼物 齐悦自告奋勇 挡在老板面前 独自去开那个可疑的柜子 谁承想 里面装的 居然是一副金色铠甲 这是他穿越过来时穿的那身 齐悦静静地躺在石头上 周围布满了尸体 看到情况不妙 齐悦皱起眉头 表情特别严肃 眼神当中充满坚定 扭过头来大叫 让姬王赶紧撤退 看到战场上只剩下四人 齐悦走在前面 姬王在两名士兵的守卫下 向后方撤退 并且要求他活着回来 齐悦向前方奔跑着 不料一支剑射了过来 鲜血顿时从伤口处冒出来 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前进 由于受伤比较严重 腿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敌人顺势走了过来 拿着弓箭站在齐悦面前 嘲笑他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说话间前面发出耀眼光芒 敌人露出诧异的眼神 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齐悦慢慢地打开箱子 铠甲完好无缺地放在箱子里 他收起之前的回忆 用手抚摸着血迹斑斑的铠甲 不知该说些什么 突然间 池记走了过来 站在齐悦后面 心想这副铠甲 果然和他有关系 当时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穿着这样一副铠甲 当天已经丢到垃圾堆里 昭西朗拍着池记的手 连忙向他道谢 古董店就差一副有故事的铠甲 问池记是不是听说要开业了 才特意送过来 自己择乐地手舞足蹈 直接称赞对方是一个大好人 但是池记却不领情 直接摆脱他的怀抱 扭过头一脸严肃的样子 表情变得异常坚定 问齐悦和这副铠甲的关系 对方缓慢地转过头来 声称是不错的古董 暗示和自己没有关系 昭西朗又继续问道 宝贝是从哪里来 自己也想要去找一副 实际回答来源保密 心里暗暗猜想 齐悦来历 声称没有自己查不到的人 总有一天 要把他的来历查清楚 齐悦听到对方说的话 表示很无语 告知对方要加油 自己则闭上眼睛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对方看到齐悦的态度后 直接回答 这副铠甲 就当是送给朋友的礼物了 说话间 起身向门口走去 和朋友约定 下次见面 并且表明不需要对方相送 昭西朗看到迟记走以后 皱起眉头 表情特别严肃 问齐悦两人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了 对方却不慌不忙地回答 自己和他没有关系 昭西朗听到后 一脸无语的表情 告知齐悦两人之间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小子特别不正经 担心会把他带坏 并且表示自己 向别人展现的是聪明伶俐 但是对方展现的 却是流里流气 两者的性质不同 然而 同伴却不领情 表现出一副无语的样子 昭西朗被气得 直接伸起脚踢向齐悦 声称对方是聊天终结者 问他这副铠甲 打算怎么处理 心里暗想 对方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要是自己早点发现就好了 也不会伤成这样 齐悦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回答这副铠甲 有特别的意义 需要交给一个很重要的人 对方一脸惊讶的表情 反问难道还有自己不认识的朋友 不禁感叹 藏得真是太深了 齐悦皱起眉头 表情坚定 声称那个重要的人 他也认识 要把铠甲送给昭西朗 随即用手抚摸着铠甲 一脸严肃的表情 问他这副铠甲 和金廷云送的古董店相比 哪个更贵重 金廷云躺在床上 用手翻看着平板电脑 想要查看 惹女朋友生气的解决方法 心想不对 应该查看男朋友才对 手指着平板电脑 继续翻看着 没有了昭西朗的陪伴 被子披在身上 也觉得孤单寂寞了 另一边昭西朗 看到齐悦问了很多的问题 用手抚摸着他的头 声称没有发烧 又突然间表现出惊喜的样子 心情也豁然开朗 并且表示 已经知道了对方的想法 铠甲的出现 会让齐悦想起以前寂寞的日子 才会怕自己 被金廷云抢走 说完做出手势 想要给对方一个拥抱 昭西朗走到别墅前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心里暗想 金廷云现在的状况 应该还没有其他的行动 自己也没想好 要不要原谅他 推开房门 见屋内异常安静 里面空无一人 感觉特别诧异 自我安慰不就是没人吗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自己也不想见到他 但是心里想的 和嘴上说的 并不是一回事 谁知金廷云走到 昭西朗的后面 突然间用手捂住眼睛 昭西朗被他的举动行为 吓到 有点不知所措 对方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 事宜先别说话 跟着自己往前走 两人走到桌子旁边 只看见桌子上 放着红酒和烛光晚餐 还没有等回过神来 金廷云站在他的后方 拍着肩膀问喜不喜欢 看到对方没有反应 反问难道不喜欢吗 自己可是第一次准备烛光晚餐 听说这种方式道歉效果很好 下属奉劝赵西朗 金总真的很在乎两人的关系 自从两人在一起后 他就没有了霸道总裁的样子 赵西朗回过头问金廷云 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会终结 自己会怎么做 是直接斩断 还是继续享受 对方斩钉截铁的回答 要一起到牢 甚至下辈子 不会让任何人阻止两人的关系 但是赵西朗却告诉金廷云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只是一本书中的人物 系统迟早会修复这个世界 金廷云表情特别严肃 回复到如果必须选 他会遵从个人的内心 珍惜现在的生活 转过头来扶着对方的肩膀 问是不是遭到了别人的威胁 如果有的话 请告诉他 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解决 谁知赵西朗并不领情 大叫上次撒谎的事情 他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并不打算原谅对方 并且表示欺骗这件事 已经触碰到了个人的底线 不是道歉能够挽回的 是他想得太天真了 金廷云低下头 嘴里喃喃自语 果然是这个结果 自己早该想到了 赵西朗声称 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并不打算给对方一次解释的机会 表情异常坚定 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失落 金廷云看到希望已经落空 缓缓地走到桌子面前 看着眼前所准备的一切 感觉已经没有用了 难道真的结束了吗 又看到桌上的玫瑰花 心想 赵西朗还是喜欢他的 手拿起桌子上的玫瑰花 猜想对方刚才的话 如果是认真的 也许还有挽回的方法 忽然间单膝跪地 一边亲吻着赵西朗的手 一边做着自我介绍 告诉他自己是金氏集团的总裁 赵西朗被眼前的举动 吓到 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金廷云站起身回答 之前的结束了 需要开启新的生活 又继续单膝跪地 拿起玫瑰花 并且告知对方 如果考虑开启新的感情 可以优先考虑自己 赵西朗看到他如此诚恳 脸红红的 心跳也特别快 心想垃圾系统 快把这个妖孽收了 自己要扛不住了 早上醒来 赵西朗从床上坐起 捂着嘴巴 打着哈欠 心想睡得真爽 一脸满足的表情 突然间感觉腰有点重 回过头来 看到金廷云在旁边躺着 笑眯眯地和自己打招呼 被吓了一大跳 赶紧拿被子遮住衣物 质问对方 为什么也在床上 金廷云回答 有件事 想要通知他 却看到赵西朗睡得很香 自己忘记了想要说的事情 也被他传染了 一边穿起衣服 一边质问对方 难道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之前 爷爷邀请他 参加今天的家宴 赵西朗表现出特别尴尬 眼神里充满诧异 心想 事情过去了这么久 自己早已不记得 又想爷爷年纪大了 并且是最后的夙愿 应该尽量满足才是 然后 走到金廷云面前 用手拍着他的肩膀 表示一定会让爷爷走得没有遗憾 池下站在家门口 手拿着酒瓶 喝得醉醺醺的 嘴里嘟囔着 哥哥有同性 没人性 师父也不来看看自己 总是个忙个的 说完不由自主地 拿起酒瓶抡了起来 谁知道这时候 正好有人经过 酒瓶砸到了路人身上 路人从手里抽出刀子 问池下 打算怎么赔自己的衣服 对方被吓得语无伦次 长发姐姐刚好路过 顺势把池下搂入怀中 声称是自己的人 别人怎么敢欺负他 走廊上 爷爷手拿着玫瑰花 正在数落电话那头的金廷云 并且表示 缺少关键的气势 谁知奶奶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爷爷拿着玫瑰花 示意奶奶跟自己回家 对方直接回绝了 看到奶奶态度很坚决 双膝跪地 恳求奶奶跟自己回去 酒吧外面 一个醉酒男对着两个女生 慌望地叫嚣着 苏木一抱着喝酒后的池下 狠狠地看着醉酒男 回应知道对方是谁 那个男人在看清楚是苏姐后 吓得语无伦次 接着便仓皇逃走 池下觉得苏木一刚才特别帅 苏姐转头看向对方 池记怎么放心 他妹妹一个人在外面乱跑 难道不会担心吗 池下伤心地表示 自己没有乱跑 只是不想看到可恶的金婷云 更不会承认 他是自己的哥哥 苏木一很诧异 难道池记和金婷云 是亲兄弟吗 画面转到金家别墅外 金婷云带着朝夕朗 来自己家里参加聚会 在看到池记后 突然一脸无语 嫌弃地表示 如果可以 真希望自己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对方也是同样地回答 男主小声告诉昭西朗 池记和自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并且 他还是一个婚外情的产物 昭西朗终于知道 金婷云为什么讨厌池记了 突然很不解 既然关系这么复杂 对方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聚会 池记回应他 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表示自己来是为了看戏 还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报答阿姨 因为金婷云的母亲 一直对她很好 这时 别墅的女主人走来 看到 是云云和小记回来后 问他们是吵架了吗 池记微笑着告诉阿姨 是闹着玩的 没有吵架 而男主则一脸无语 接着他示意金婷云 彼此是好哥们 而云云也只能顺势附和着 昭西朗看到他们两个交流着 心想 还是第一次看到金婷云吃扁 感觉彼此的关系很复杂 昭西朗微笑着和阿姨打招呼 把自己拿的礼物 交给了对方 金婷云的母亲表示 对方真是一表人才 看到礼物后 接着表示他太客气了 之前就听说过对方的传闻 昭西朗诧异什么传闻 金婷接着回答 网上很多传闻 说他和云云是CP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对方解释清楚 男主想要告诉母亲 他们之间的关系 被昭西朗打断 他小声和自己嘀咕 不能在这种状态下公开关系 昭西朗接着回应阿姨 只是合作关系 有生意上的往来 并不是所谓的CP关系 池记想要告诉金婷他俩的关系 却被昭西朗制止 接着和对方小声嘀咕 如果不想让金婷知道他们的关系 就要配合自己 昭西朗和池记一起微笑着告诉阿姨 和云云是合作关系 金婷云母亲微笑回应 年轻真好 之后便邀请他们一起进屋 金婷走后 金婷云质问昭西朗 为什么不否认池记的话 对方回应他 不想让阿姨误会 金婷云愤怒咆哮 难道所有的事情只是误会吗 之后看着池记 而对方觉得自己是好人 为了和自己撇清关系 甚至会和他自己最讨厌的人合作 昭西朗让对方冷静一点 接着金婷云表示 应该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 画面转到酒吧外面 苏木依让池下把家里地址告诉自己 要送他回家 而小姑娘则要回对方家 是因为之前苏姐和醉酒男说过自己是他的人 如果不答应 就要威胁这个姐姐 对方则微笑是以池记的妹妹 自己并不是下大的 她只是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姑娘 接着告知金婷云和昭西朗两个帅哥都不错 但是他们两个都没让自己动心 池记的妹妹则一脸委屈地站在原地 金府的别墅内 金婷云的父亲热情地和昭总打着招呼 表示很欢迎到家里来 昭西朗进屋后感叹室内装修向水浒聚一听 金府微笑着回应对方真是见多识广 为了这个室内装修 查阅了不少的资料 接着问他装修得怎么样 对方觉得装修别具一格 非常好看 然后金府便和昭总滔滔不绝地交流起来 昭西朗眼神看向金婷云 想如果是之前 他会帮自己解围 现在得到的回应是一个无视的眼神 不禁想到这家伙胆子现在肥了 等自己处理好这边 之后会好好教训他 接着大家在餐厅用餐 金府觉得小赵真是太符合自己的心意了 真想和对方结拜 而金家母亲让他别瞎说 表示是喝酒喝太多了 金婷云看到这种场景 心想果然只要昭西朗愿意 会和任何人交吼 宁愿附和迟记的话 也不公开和自己的关系 心里特别失望 金母看到云云在发呆 以为是他的饭不够 听到母亲的关心 回应到自己吃饱了 禁止走向饭厅的走廊 而昭西朗也跟了出来 他愤怒地告知对方离自己远点 接着四目相对 朗回应所谓的冷静 是要逃避着他自己吗 对方回答没有逃避 只是不想进行无意义的接触 昭西朗表示 如果自己非要接触呢 接着对方感觉自己很累 然后朗要帮他放松 金婷云示意不用 并且静止走开了 表示对方喝了很多酒 让他去休息 自己不期待 就不会受伤 接着便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时间回到二十年前 金婷的别墅内 小时候的金婷云考了满分 高兴地拿着试卷给爸爸看 让对方带自己去游乐场 而金婷则要求他赶快回房间 示意自己有事 要和妈妈说 金婷云却执意要爸爸 带着他去游乐场 父亲则怒斥对方赶紧回自己的房间 并且看到家里多了一个小男孩 和一个小女孩 听到隔壁父母的屋子里 传来吵架的声音 妈妈愤怒地喊道运气出轨 把自己和儿子当什么了 爸爸表示 这是金家的孩子 并且他们 已经失去了母亲 听到妈妈说孩子是无辜的 会好好养育 但是妈妈不会原谅爸爸 云云听到父母的吵架 然后又看到了迟记和迟下 原来是他们抢走了自己的父母 金婷云心里很难过 知道迟记 现在又要在相同的地方 抢走自己喜欢的人 想着 不管是父母 还是朗 他们的优先选择 都并不是自己 便不再有所期待了 朝夕朗第一次看到金婷云如此的疲惫 埋怨自己 这次似乎太过分了 这时迟记走过来 看到他俩吵架后 表示对方之前他们的关系那么好 还以为永远不会吵架呢 朝夕朗看到迟记后 愤怒是因为他才会这样 既然对方对金婷云很了解 就把云云反应会这么大的原因告知自己 迟记回应 凭什么认为自己会答应 接着 朝夕朗拿出了一个录音笔 对方认为 是齐悦给他准备的防身器材 可以讲关于金婷云的事情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把齐悦给自己 迟记回答对方 这样的交换 应该很划算 朝夕朗很诧异 竟然呆呆地愣在原地 晚上的月亮特别大 池下趴在苏苏腿上 而对方则在认真地看书 接着告诉他 自己现在穿着苏姐的衬衫 像不像一个可爱的女孩 没想到 对方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并且 苏木一让他别闹 因为见过他 刚刚狼狈吐了一身的样子 让对方等洗衣机的衣服干了 换完就回家 池下听完后 大声啼哭 表示不要回去 不会承认金婷云是自己的哥哥 哥哥只有持记一个 苏木一接着询问池下 金婷云是他的哥哥吗 对方回应苏苏 金婷云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而且 今天的金家聚会 因为哥哥想要从 昭西朗那里得到 自己师父的信息 居然也去参加了家庭聚会 苏木一认为 对方说的信息量太大了 一时不能理解 他觉得 实际在乎奇悦不足为怪 不理解的是 昭西朗 为什么也会在金家 昭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在金家 岂不是会很可怜 池下不明白 苏苏为什么会那么在意昭西朗 之前跟他聊自己师父的时候 他也总是张口闭口 那个姓明昭的 让对方告诉自己 是不是喜欢昭西朗 听到了池下的询问 苏木一愣在了原地 一时语色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对方感到很疑惑 询问他为何发笑 苏木一回复以前的自己 总是微微懦懦 家里出事之后 去找昭西朗 而对方直接把他赶走了 池下感到非常愤怒 表示昭西朗不是好人 苏木一继续讲述 昭西朗还是免掉了 他们家的利息 只要求归还本金 并且没有限定数额 他还兑现了报复他的誓言 池下一时很疑惑 追问是如何报复的 苏木一眉飞色舞的回复 他把昭西朗和金婷云 凑成了一对 池下不屑回应 这算什么报复 苏木一表示 当年昭西朗让他做情人 他就让对方再也不能碰妹子 池下很心疼他 表明可以给苏木一还债 对方回复 想自己还清债务 让池下讲一些 有关池记和金婷云的事 想把知道的信息告诉昭西朗 让对方欠他的人情 池下表示需要交换一下 撒娇地躺在了苏木一腿上 讲到他三岁到了金家 两年之后跟着哥哥离开 在他们交流之际 金婷云父母别墅的家中 昭西朗把池下逼到了墙角 他再次确认 对方是不是想要齐悦 对方明确回复没错 还表明只要昭西朗动动嘴皮子便能绊倒 他听闻异常愤怒 狠狠地给了对方一拳 表示齐悦和金婷云对他同样重要 要自己去查金婷云的事 看着对方转身离去 池记暗暗沉思只有自己和池下知道 而妹妹绝对不会背叛他 昭西朗越想越气 如果齐悦在身边要让他狠狠地揍池记一顿 这条路已经作废 现在只能去找金婷云父母打探消息 为了这件事情 他可是费了太多心思 一定要让金婷云好好赔偿 叮铃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停下脚步接听电话 只听见手机里传来苏木一的声音 问候好久不见 他以为对方是询问工作的事 便立即说明情况 可对方回复是给他送消息 有关金婷云幽臂恐惧症的事 小时候因为父母的疏忽 金婷云不小心被关到仓库当中 整整关了一整天 自此之后便生病了 以为是迟记和迟下 抢走了父母对他的关爱 所以处处针对他们 朝夕朗才明白 为什么金婷云如此生气 是他太不关心对方了 苏木一追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吵架了 他回复没什么大事 询问对方告诉他 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苏木一表明 想请他帮忙清空债务 再给自己几百万 听见朝夕朗说自己敲诈 苏木一提出了其他要求 让对方帮忙想办法 使池夏得到父母和金婷云的承认 还想请他 让两兄弟和好 方便池夏更好地融入家庭 朝夕朗答应了此事 想把消息告诉金婷云 促进他们兄弟和好 可是又非常纠结 害怕金婷云 误会他再帮迟记说话 于是给自己鼓劲 这一切都是为了金婷云 要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他随即来到了 对方父母别墅家中 想让当事人自己解决 便把此事告诉了金婷 望着对方决堤的眼泪 他特别无奈 于是只能劝说 让其不要太自责 随手递上了手帕 金婷一边擦眼泪 一边表示 他们都是好孩子 只是自己不称职 他表情凝重地继续表明 金婷云这些年 一直躲着他们 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朝夕朗感到很吃惊 怀疑金婷云不愿意靠近他 也是因为害怕 金婷对朝夕朗表达了谢意 还感谢他陪在池季身边 朝夕朗顿时脸红 起身否定他做这些 不是因为池季 金婷以为他和池季之间出了问题 于是继续追问 而朝夕朗无语道只能后退 听见身后有声音传来 他扭头查看 感到很惊讶 不由地唤出声音 来人正是金婷云 金婷也是非常激动 泪眼婆娑地看向金婷云 而朝夕朗却一时慌张不已 缓缓站起身来 金婷云一把抓过他的肩膀 质问他做了什么 听到询问他疑惑不已 感觉对方莫名其妙 有点不可理喻 于是转身离去 无视对方的存在 向金婷告别 走到门口时 正好遇见了迎面走来的迟迹 他看向朝夕朗 疑惑对方怎么在这里出现 他拿着饭盒走到了金婷面前 解释 这就是对方想要的东西 金婷云看见饭盒 感觉很熟悉 心中出现了颇多疑问 金婷向他表达了歉意 讲明是迟迹一直在照顾他 金婷云一惊 原来当年在仓库外面的是迟迹 难怪饭菜那么难吃 迟迹非常生气 让他有本事 自己做饭 转头向金婷告状 让金婷云晚上吃白米饭 随即继续询问 是不是朝夕朗告诉他的 金婷肯定地回复他 表示多亏了朝夕朗 还调侃对方否认担心迟迹 是太害羞了 金婷云听闻转身离去 身后传来金婷的声音 问他去哪里 金婷云明白朝夕朗不是害羞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于是快速跑下楼梯 好在下楼便看见了对方 于是大声呼喊 朝夕朗听见声音便停下脚步 金婷云一个箭步冲过去 把对方抱入怀中 朝夕朗很享受这样的拥抱 感觉还是这样的金婷云 让人舒服 而此时在家中的齐悦 非常担心朝夕朗 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可是 怕对方感觉到自己太心急 于是 想做完一百个俯卧撑再打电话 做完俯卧撑之后 他又给自己加了五百个深蹲 最后累到虚脱 躺在了地上 随之呼呼大睡起来 看着眼前心爱的人 金婷云直接称呼朝夕朗为朗 之前的坚持都不重要了 心里有些傲慢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份感情 在金婷云面前 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 两人正在沉浸于二人世界 突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平静 两人都被吓了一跳 金婷云父亲走来 看着空荡荡的楼梯 心里一阵纳闷 明明听到有声音的 真是奇怪 吐槽着回了房间 原来他们躲在了楼梯间 发觉父亲已经走了 才敢松开捂着狼嘴巴的手 他并没有生气 只是担心金婷云 明明有幽臂恐惧症 还躲在这里 而且 为什么要躲 金婷云抱紧朝夕朗 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害羞的样子 身体不受控制的行动了 狼有些无奈 真是拿他没办法 随后两人站起身 他转身 想把金婷云搀扶回屋 结果没站稳 以很不雅的姿势 扑在了他的怀里 狼想让金婷云冷静下 晚点出去也没关系 只是下不为例 他很享受这种拥抱 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轻拍着朗的后背 刷的一下 父亲打开了楼梯间的门 三人都震惊了 片刻后 缓过神来 父亲大发雷霆 血压上升 他们都被请到书房里 父亲阴沉着脸 坐在椅子上 对面他们站得笔直 朗心里懊恼 还是被发现了 之前和金婷云吵的那一家 还有什么意义 他抓紧朗的手 使劲握了握 好似在安慰 别怕有他在 让父亲骂几句就好了 父亲看到这个小动作 心里更生气了 双手使劲拍了桌子 啪的一声 随后站起来 原以为拒绝 Jenny 是能够找到更好的 没想到啊 金婷云直接打断 表明根本不喜欢他 自己有喜欢的人 父亲情绪很激动 家里安排的联姻 有什么不好 下个月就结婚 不想娶也得娶 金婷云很不服气 不想和父亲一样 结婚后 偷偷在外面养人 朗侧脸看着他 满脸的心疼 原来金婷云的心里这么苦 终于朗鼓起勇气 不能再让他一个人承担 举起二人十指紧扣的手 向叔叔表明 这是两个人一起决定的 不要只责怪金婷云一个人 虽然朗不是很有钱 但是也排世界第二 长相也是世界第二 还有谁比他更合适 现在的医学发达 后代的事情也可以解决 父亲完全被惊呆了 感觉很有道理啊 他有些头疼 想先冷静一下 让他们先出去 先别告诉婷云妈妈 朗僵硬地转身 打开门快步走出去 双手无脸 天啊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金婷云有些惊喜 走到朗的面前 朗刚刚说的那些话 是决定接受自己了吗 朗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心里窃喜 原来金婷云也会紧张啊 抬头四目相对 正想认真地答应 突然体内的系统 滴滴滴地在响 提醒宿主 谨慎回答 看到朗的脸色不太好 金婷云非常紧张 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只听朗哀忧一声 假装肚子疼 转身就往厕所跑 金婷云汗颜 洗手间里朗有些生气 双手插腰 心里有气症无处发现 伸手服贴镜面 无奈只能念咒语 召唤系统 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心里吐槽 这个羞耻的召唤台词 谁设置的 系统君听着音乐 悠哉悠哉地走来 一看见朗就扑到脸上 猛轻几口 好久不见有没有想人家 系统还在他的脸上腻挽 可男人早就没有耐心了 将他赶下来 心里很是受伤 以前的称呼是小甜甜 现在可真是新人圣旧人 朗没有心情陪他平嘴 只想知道 刚才忽然跳出来阻止他回答 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初明明是系统 让他陪在金婷云身边的 系统君回应 可是现在 此一时比一时 小说世界马上修上好 朗的每一个决定 都会引起很大的变化 意思就是 过段时间 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如果现在答应了 就会被永远地困在这里 朗的心情很不好 想知道 大概多久修复好 系统君思索一会 大概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朗心里呢喃着 只有一周的时间吗 系统不听回答 直接闪人 只是嘱咐主人 不要做后悔的事 一周后 他会再来 厕所门外 金婷云着急地来回踱步 非常担心 见厕所门打开 心里松了一口气 眼睛直往里瞧 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 只见朗脸色正常 不像生病的样子 可是他一句话不说 刚放下的心 又被提起来 心里不由地紧张 到底怎么了 朗抬起头 双眼含泪 责怪他 为什么要来招惹朗 金婷云愣在原地 去趟厕所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谁 居然让朗露出 这样的表情 温柔地捧起他的小脸 失去脸上的泪水 当初明明是朗 先来招惹的金婷云 现在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弃 做好这个觉悟吧 朗很惊讶 难道他就不好奇 发生了什么吗 其实金婷云知道 朗有很多秘密 但是想等他亲口说出来 绝不会逼迫对方 朗被感动了 对这家伙 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情到深处 四目相对 眼里都有欲望 二人紧紧相拥 热吻在一起 这一刻 仿佛是最美好的瞬间 过后 金婷云还不满足 刚刚的热吻 已经挑起了他的欲望 直接一个公主抱 想把朗带回房间灭火 叮叮叮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金婷云汗颜 并不想理会 朗感觉也很尴尬 可电话依旧响得不停 他只好无奈地表示 先放自己下来接个电话 金婷云心里很不爽 谁那么不解风情 口袋里摸出手机 看到是连姐打来的 朗平负下心情 礼貌地接起电话 金婷云站在一旁 满脸的忧怨 连姐和池夏逛街时 在甜品店抽到了免费海滩五日游 正在打电话 约赵总一起去 池夏正在埋怨甜品店老板 为什么要放三人 怎么不全部放成双人的 电话结束 赵总答应一起去了 池夏心里也很激动 兴奋过后 女孩有一丝犹豫 因为那边的住宿非常的贵 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可是 池夏坚持要让他去 女孩心里疑惑 为什么非去不可 池夏告诉对方 酒店房间券免费赠送 但是 需要抽奖人亲自领 池夏对着老板挤眉弄言 老板也很上道 表明只有苏小姐 才可以领取住宿优惠 女孩 听到住宿有优惠 非常开心 约着小夏一起去选泳衣 电话的另一边 朗觉着连姐的手气 也太好了吧 要不带着齐悦一起 正好大家一起散散心 京婷云在一边吃起了飞醋 心里只有妹子和齐悦 根本就没有自己 朗转头看到一张忧愿的脸 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催促着 赶快去收拾旅行用的东西 这一次 才算是正式的约会 京婷云有一瞬间的呆愣 约会难道是带着自己 朗瞬间害羞 转过身去 满脸通红 难道自己刚才的表现 还不够明显吗 京婷云双眼放光 刚才的怨气 瞬间烟消云散 转身就回房间收拾东西 还要跟妈妈告别一下 朗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人生得意虚净欢 至于是否离开 等旅行结束再说吧 京婷云的车行驶在马路上 朗看着窗外的夕阳 像是画家勾勒出的美丽画面 京婷云在认真地开车 朗的心里有些不安 总觉得阿姨像是知道些什么 回想起在门口告别的那一幕 阿姨很是亲切 嘱咐她要好好照顾云 京婷云很是无所谓 看出来也没关系 妈妈是很通透的人 会同意他们在一起 朗忽然想到 刚刚走的时候 怎么不见迟记 京婷云满嘴嫌弃 才不管他们呢 心里想着只要没出事就行 不要来打扰他们二人事件 朗小声嘟囊 真是口闲体正直 二人在车上不停地半嘴说笑 谈得非常愉快 转眼间车子到齐悦家了 朗看着这个魅惑众生的脸 不舍得下车 直到京婷云催促 才一一不舍地转移目光 下车后 朗站在车旁 提醒他打开尾箱 京婷云心里有些不爽 很不耐烦地操控尾箱打开 还是有些吃醋 朗拿着行李走到齐悦家门口 当当当 伸手敲门 开门后 亲切地问候对方 休假的感觉如何 齐悦没有回答 只要朗没事就好 这下换成他无语了 直接跳过这个话题 去海滩的票买好了 还帮齐悦准备了行李 和一些新衣服 双手将行李箱推过去 齐悦还未应声 只听一个突兀的声音传来 好巧啊 只见迟记拉着行李箱走来 里面也是帮齐悦准备的衣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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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